这是一只白尾鹿 杰克刚刚捕到的猎物 他让弟弟汤姆过来包皮 汤姆是一位声名远扬的手工艺术家 他的作品深受顾客喜爱 去年冬天 他和威尔一起搞了一个交易战 这一年的生意非常火爆 而原材料的供应 多亏了这些邻居的帮忙 杰克很擅长打猎 但他包皮的技术差强人意 所以每次打到猎物 他都会让汤姆亲自过来揉制毛皮 汤姆手上拿的是一把石刀 它不同于锋利的钢刀 可以有效地保护毛皮 汤姆的刀法娴熟 石刀在他手上 仿佛有了灵魂一般 正在飞快地舞动 这神奇的手法 令人叹为观止 时间不长 汤姆就把鹿皮给完整地包了下来 除了弹孔外 上面没有多余的洞 而洞越少 毛皮揉制以后的价值就越高 现在汤姆可以带着毛皮回家了 到家后 汤姆拿出了一张插角铃的毛皮 虽然鹿皮也需要处理 但插角铃的皮更容易变质 所以他得优先处理这张皮 他要把瘦皮上的脂肪和肉鞋刮掉 只有把这些杂质全部去掉 毛皮才不会腐烂 接着他倒入一桶水 把毛皮泡在水中 现在他得去处理鹿皮了 几天后 汤姆把南希叫过来帮忙 此时的鹿皮 已经被他拉伸在框架上 并在此地晾干了几天 但在储存之前 他们得把毛皮拔掉 汤姆把刮刀递给了南希 这种刮刀是用一路的鹿角制作的 它只会让毛皮脱落 但不会伤害到表皮层 等毛皮完全脱落以后 就可以用动物的大脑物质 来揉制皮革了 现在汤姆把毛皮 从框架上取了下来 将它折叠以后 把它放入筐子里保存 接着两人去外面 把晾干的一张毛皮 给抬了进来 交易站需要补充 两张优质的毛皮 汤姆准备从这里挑选 不过他们需要在炉子旁晾干几天 现在两人准备回屋休息了 对于这个新赛季 汤姆充满了期待 初冬的到来 意味着新的捕猎记正式开启 伴随而来的是一种古老的仪式 猎人要为漫长的冬季储备肉类 天还未亮 杰克就已经背着枪出门了 这里是蒙大拿州的红宝石骨 深山里居住着迷路种群 杰克必须得赶在下雪前捕刀猎物 因为下雪意味着 他的工作就得开展起来 他是一名猎尸人 负责驱赶闯入牧场里的美洲狮 今年他的猎犬团队得到了扩张 一共出生了13只小狗 杰克准备培养其中的五只 所以今年将会是一个特别忙碌的一年 很快杰克发现了新鲜的迷路踪迹 他沿着这个方向追了过去 迷路的体型是普通路的三倍 但他们的胆子更小 而且他们拥有敏锐的嗅觉 想要靠近他们 需要出色的潜行技巧 杰克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猎人 而且他对这片地区了如指掌 现在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中 但天不遂人愿 突然一场迷雾 从未知的区域飘荡过来 杰克的脸色很难看 他可是拼了老命才爬到了这里 却陷入了这种窘境 使他根本看不清远处的情况 等待了一段时间 迷雾终于散去 杰克可以眺望远方了 他拿出望远镜 开始寻找迷路的身影 不过现在距离日落只剩下两个小时 今天能否成功全凭运气 好在有上天眷顾 他终于看到了一只迷路群 杰克没有时间浪费了 他大不留心地赶过去 此时外面的风正在咆哮 杰克正好是逆风前行 这对狩猎迷路是非常好的优势 他们无法嗅到人类的气味 现在杰克已经非常接近路群了 但他依然选择了伏伏前进 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后 他架起了枪 而迷路们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说时迟那时快 杰克果断地开枪了 一只迷路应声而倒 吓得其他迷路落荒而逃 杰克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他终于获得了过冬的肉食 看到迷路群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杰克这才慢腾腾地走了上去 这个躺在地上的动物是一只迷路 有一颗子弹正中了他的心脏 杰克开始了肢解工作 因为现在距离天黑只有一个多小时 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 有可能会引来可怕的劣食者 所以杰克要赶在天黑之前下山 等他把鹿皮包下来以后 开始切割鹿肉 先从柔嫩的里脊肉开始 这是鹿身上最美味的部位 然后杰克切下来几条鹿腿 把他们用袋子包装起来 因为重量关系 他每次只能搬运一条鹿腿 虽然过程会比较辛苦 但他却乐在其中 第二天 他和女友安妮卡正在寻找高级木材 有一件人生大事发生在他们身上 在这个休赛期 他向安妮卡求婚了 而财大气粗的娘家人 直接送给了他们20英亩的优质土地 两人计划在上面搭建一个宅基地 但在动工之前 他们需要储存尽可能多的木材 虽然树林里遍布了各种树木 但两人需要的是 笔直且已经变干的木材 很快他们找到了第一棵树 首先要把他附近的空间清理出来 然后杰克启动了邮锯 对着树木开始锯了起来 砍树的秘诀 是要在一侧抠出一个 类似三角形的区域 接着在他的对面 理直地砍下去 等到一定的深度后 大树就会向前轰然倒塌 杰克急忙躲得远远的 生怕被树木伤到 看着自己的杰作 两人黑黑直笑 因为他们没有 能把整棵树都拖出去的设备 所以只能对大树进行截制 杰克丈量了横梁的尺寸后 将树木砍断 然后他开来了自己的皮卡 先用绳子绑在圆木上 另一端则绑在一棵大树上 通过滚轮系统 一点点地把圆木拉拽过来 安妮卡负责在圆木下面 放一些木头 辅助圆木顺利前进 等到他靠近大树后 再把它连接到皮卡上 两人把其他小点的木头 装到车上 杰克启动了皮卡 安妮卡则留在外面 确保圆木能够顺利拖行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 于是他们陆续砍伐了好几棵大树 采用同样的方式 将这些圆木拖到了同一个位置 为了方便携带 他们直接在原地处理 最后才剪出一些想要的木板 再将它们搬到拖车上 然后踏上了板城 两人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这对猎人母女各拿着一支步枪 前方有两支驯鹿 正好是一公和一母 两人想同时猎杀 女儿艾力率先开了一枪 母鹿有些亮亮呛呛 马莎沉着冷静 他瞄准了正在犹豫的熊鹿 然后果断地开枪了 这里是位于阿拉斯加山脉的阴影下 一个广阔的苏西特纳河谷 是大量鱼类和野生动物的家园 马莎和艾力 是阿萨巴斯坎部落里的指派猎人 这是阿拉斯加最古老的土著之一 今年他们需要获取2500磅的肉 用来帮助部落度过漫长的冬季 他们在两天前抵达了这里 并建立了一个大本营 接下来的三周 他们会在这里度过 并尽可能多地获取猎物 但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是一无所获 很快两人来到一处小山坡 试图寻找猎物的身影 现在是驯鹿迁徙的日子 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向南移动 两人的目标就是拦截这些驯鹿 虽然驯鹿的数量很多 但时机很关键 一旦错过了迁徙的部队 那就很难再找到他们 而两人的运气不错 竟然发现了两只落单的驯鹿 他们可能是忙于搞对象 所以跟大部队走散了 但双方的距离超过了射程范围 两人必须得靠近才能开枪 驯鹿是非常警觉的动物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们捏手捏脚地前进 好在这两只驯鹿仍然留在原地 他们放下背包 选择轻装上阵等迷近了 他们开始架起了枪 为这场狩猎做准备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开头的一幕 他们成功命中了两只驯鹿 现在他们要去看一下猎物情况 每只驯鹿能提供将近200磅的肉 想要移动它们 需要借助工具 很快夜幕降临 而两人也开来了他们的越野车 但前方有一滩积水拦住了去路 爱丽测量了以下深度 感觉还可以接受 马莎是前美军入战部队的机械师 这辆越野车经过她的改装 拥有更高的底盘 可以适应各种地形 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后 终于抵达了地方 夜晚是灰熊和狼活跃的时间 而灌木丛里危险重重 所以他们把驯鹿装到车上 准备先返回营地了 猛女俩捕猎了两只驯鹿 获得了接近400磅的肉 距离这一天 已经过去了10天时间 可他们再也没有遇到其他驯鹿 可能驯鹿群已经向南迁徙了 而捕猎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周了 时间不等人 他们必须得换个策略了 驼鹿全年都活跃在这片大陆上 而且他们的体型是驯鹿的三倍 一只驼鹿就能提供1000多磅的肉 现在只有驼鹿 才有希望完成他们今年既定的目标 驼鹿一般生活在沼泽地区 但那里相当偏远 想要抵达并不是轻松的事情 两人正式出发了 阿拉斯加的地形非常恶劣 幸好有这辆改装的越野车 他们缝山开路遇水搭桥 但极端的越野是要付出代价的 即使是这辆坚固的车 也同样有马师前提的时候 有一个后轮爆胎了 这真是出师不利 马莎的脸色很难看 她调整了情绪后 准备更换这个轮胎 车上有一个备胎 但她的重量超过了200磅 平两位弱女子 想把车胎从架子上取下来 根本不现实 但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 他们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滑轮系统 通过脚盘的力量 把轮胎顺利地举了起来 然后再缓缓地放到地上 最后再一点点地滚到车旁 下一步是利用千斤顶 把车辆给抬了起来 随后马莎把车胎上的螺栓 全部取下 两人再合力把车胎给拔了出来 现在可以安装那个备胎了 他们对齐了角度后 把轮胎给安了上去 马莎再把螺栓给固定住 但工作还没有结束 他们得把坏的轮胎挂到支架上 直到把它固定住 整个换胎的过程才算完美结束 两人继续出发 面对宏伟的阿拉斯加丛林 越野车显得无比的渺小 他们翻山越岭 向着目的地坚定地前进 而前方出现了此趟最大的障碍 由于连续不断地下雨 导致尼坑里全是积水 而他们已经没有被开了 所以只能小心翼翼地通过 结果车辆还是陷在了尼坑里 现在只能借助脚盘了 但由于附近没有大树 他们只能制作一个锚点 然后玛莎启动了开关 但情况有些不容乐观 车辆没有动 锚点反而被拉了过来 不过好在情况得到了控制 车辆开始移动了起来 他正在一点点地走出尼坑 随后的路程非常顺利 他们终于抵达了陀路之乡 两人抓紧时间 搭建了一个临时庇护所 准备等到明天再去寻找陀路 这是一种传统的阿拉斯加土著刀 刀柄用的是陀路的路角 刀身则是非常锋利的钢刀 今天是爱丽13岁的生日 玛莎亲自为他打造了这件武器 爱丽在感动之余 紧紧地抱住了妈妈 在儿女情长过后 他们开始了工作 今天的目标是一只成年的公陀路 但由于视野里没有看到陀路的身影 两人准备主动出击了 他们一边行走 一边不断地观察 虽然陀路的体型庞大 但他们喜欢躲在灌木丛里 所以想要找到他们的身影并不容易 两人经过地毯式搜索 终于看到了一只陀路 但有些分辨不清他的性别 在每年的这个时候 只有公陀路才能合法射击 等到陀路移动了 爱丽才确信 这是一只母鹿 两人倍感惋惜 他们继续寻找其他陀路 一般有母鹿的地方 必然会吸引来公陀路 一只成年的公陀路 体重重达1500磅 勉强可以达成 今年冬天的肉类配额 可惜日光渐暗 他们迟迟找不到陀路的身影 就在两人准备回去的时候 玛莎却一眼看到了一只陀路 好像就是一只公的 虽然他们拿出望远镜观察 但陀路进入了树丛里 根本看不清情况 两人决定分头从两侧包抄 增加狩猎的成功率 他们的脚步轻便而又缓慢 因为公陀路是出了名的暴躁 如果被他看到了闯入者 他会毫不犹豫地发起冲锋 现在玛莎发现了目标 他快速地架起了枪 陀路刚好露出了半边身子 玛莎果断地开枪了 同时他又快速地上好了膛 只见陀路重新站了起来 他正在一瘸一拐地逃跑 玛莎迅速地追了过去 等迷近了 他再次补了一枪 这次陀路应声而倒 但为了安全起见 玛莎依然端着枪走得过去 等确定陀路已经死了 他才收起了枪 玛莎轻轻地抚摸 感谢他的付出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玛莎开着越野车 把这只陀路拖到了空旷的区域 然后打开了灯光 再把一个简易帐篷撑开 因为外面还在下雨 通过帐篷可以使肉保持干净 接着他们开始了肢解工作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夜 但他们乐在其中 这是一匹胆小如鼠的马 面对一条小溪 给他吓得犹如羊巅风发作了一般 差点把基德给甩了出去 他的恐慌感染了旁边的马 在主人不断地催促下 棕色马尝试下水了 结果发现这条小溪并不可怕 等他过去后 另一匹马也紧随其后 这里是原始而又荒凉的巨齿山 哈利和基德两兄弟在此安家 他们目前经营了一个牧场 在春天的时候 他们把牛群放养在山上 免费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现在冬季快要来了 他们要赶在大雪封山前 把牛群赶回牧场里 行尽了一段时间 他们终于听到了牛叫声 等他们来到开阔的地方 果然看到了一只牛群 哈利一声令下 两只牧羊犬首当其冲 向着牛群发起了冲锋 他们训练有素 知道如何驱赶牛群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有些牛明显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些牛在山上放养了六个月时间 早已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兄弟俩开始清点数量 还好六十头牛都在这里 两人长舒了一口气 虽然奶牛的数量不多 但却倾注了他们所有的心血 曾经为了积攒启动资金 他们不断地接各种赚钱任务 多亏了那段精力 牛群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现在两人要把牛群驱赶到 七英里之外的营地里 沿途会路过一些茂密的灌木丛 里面可能会有捕食者 在夏天的时候 捕食者通常不会构成威胁 但在食物紧缺的冬天 他们就会下山寻找食物 所以两人需要提高警惕 避免悲剧的发生 刚开始还比较顺利 但在遇到恶劣的地形时 牛群的阵型开始混乱了起来 面对牧羊犬的步步紧逼 有一头暴躁的牛当场就发飙了 但牧羊犬可不惯着它 三只狗一起上 虽然吓跑了这头牛 但却成功激起了牛群的愤慨 牧羊犬见好就收 他们主动避让 使牛群重新恢复了平静 在两人三狗的精彩配合下 牛群向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地移动 最后来到了那条小溪处 牛群停滞不前 牧羊犬试图驱赶 结果引爆了牛群积压很久的怒毒 但牧羊犬的可怕 岂是几头牛能够抗衡的 最后他们还是乖乖地过河了 但有一头小牛有些恐慌过渡 开始慌不择路地奔跑起来 并带动了一半的牛 跑错了方向 两人只能跑进灌木丛里 寻找这一部分丢失的牛 再把他们重新驱赶到队伍里 剩下的路程很顺利 他们成功抵达了目的地 但一个糟糕的消息等待着他们 营地里闯入了一只熊 他几乎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 本来两人计划今晚在这里过夜 但现在他们只能继续出发 此地距离牧场有8英里 一天内走这么长的山路 对一些小牛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事情 但现在别无选择 好在最后没有再发生意外 他们安全地抵达了家 明天该找那头熊 清算一下了 第二天 两人领着5只猎犬出发了 他们要去追踪那头黑熊 等来到昨天的营地 他们挨个释放了猎犬 猎犬们早已嗅到了黑熊的味道 他们全速奔跑了起来 两人也紧随其后 因为猎犬不是黑熊的对手 他们必须得时刻支援 但经过一段时间后 他们早就跟丢了猎犬 只能拿出定位系统 查看猎犬的位置 然后两人继续出发 猎犬们训练有素 即使是恶劣的地形 他们奔跑起来如履平地 又过了一段时间 两人注意到猎犬们围在了一棵树下 好像黑熊就在那里 两人决定左右包抄 他们手上紧紧地握着枪 向着那棵树步步紧逼过去 基德突然来了一个加速跑 准备打黑熊一个措手不及 黑熊果然躲在一棵树上 基德凹的一嗓子 瞬间打破了平衡 猎犬们集体防备起来 但基德并没有开枪 他跟哈利表示 这是一头还未成年的熊 并不是昨天闯入营地里的那头 冤有头占有主 而且这头幼崽 并不能威胁到牧场 两人领着猎犬 准备重新回到营地查看 在回去的路上 猎犬们又捕捉到了新的熊记 开启了第二场追逐 虽然哈利兄弟感觉很疲惫 但他们一定要干掉这头黑熊 等他们翻越了这座山后 发现猎犬们正围着一个 岩石区域不断的吠叫 原来里面有一个石洞 黑熊可能跑进了这里 基德一高人胆大 他把身子探入其中 用灯照亮后 发现了一头黑熊 黑熊有些瑟瑟发抖 两人商讨了一番 觉得杀死黑熊后 根本没办法把他弄出来 他们是有原则的猎人 不会杀死他们不能获得的猎物 所以今天的打猎到此为止 但如果这头黑熊再赶下山 下次他就不会这么好运了 这是一座 拥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宅基地 今天准备给他挪个窝 这里是原始的风河山脉 乔石是一名牧场工人 他负责照料六百头每周引游 随着第一场暴风雪的到来 意味着深山里的野兽即将登场 去年他损失了好几头牛 今年并不想悲剧重演 所以他想把这座宅基地 搬到牧场的深处 作为抵御野兽的前哨战 为此他把妻子邦尼 和老丈人查尔斯 以及朋友兰迪叫过来帮忙 几人首先要做的 是加固一下木屋 防止他在搬运的途中散架 经过他们的一番修补 房屋的结构已经相当牢固了 但几人对此依然感觉不放心 于是他们用绳索 围着房屋缠绕了一圈 现在万事俱备 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乔什荷兰迪各启动了一辆铲车 准备尝试把房屋抬起来 这个过程必须得小心翼翼 因为这座木屋 自1886年以来就没有动过位置 为了稳妥起见 两台机器同步进行 查尔斯则注意观察情况 突然他大喊大叫起来 阻止两人继续升高 原来是地板脱落了 如果不处理这个问题 它将会危及整个结构的完整性 于是两人把木屋又放了下来 商讨了一番后 他们找来了一个缆绳 把它穿过底部 再通过滚轮系统 把缆绳牢牢地绑紧 这下应该万无一失了 两人回到车上 再次抬起来木屋 出于稳妥考虑 他们只抬起来一个很小的幅度 然后乔什趴下来观察 发现没有任何问题 他拿来事先准备好的木头 将它一点点地敲入缝隙里 其他位置也进行了相同的处理 然后他们一边抬高房屋 一边往底下补充木头 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中 等房屋抬高到了足够的高度后 乔什开来了一辆拖车 通过倒车的方式 把拖车放入了房屋底下 然后他们拿走那些木头 使房屋落在拖车上 接着乔什向着目的地 缓缓地驶了过去 但沿途中有一个最大的障碍 这是一个有些泥泞的桥洞 拖车在经过这里的时候 陷入了其中 皮卡的轮子只能在原地打滑 现在需要铲车的帮助了 他们用铁链链接 然后由铲车开始发力 皮卡也在努力地配合 最后拖车被一点点地拉了过来 渡过了这段险境后 他们终于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 接下来就是泄货了 经过他们的一番操作 木屋终于完美地着陆了 这个长相奇特的木盒 是一个捕兽笼子 专门用来捕捉雕或者黄鼠狼 老猎人汤姆带着徒弟肖恩 正在布置陷阱线路 新的赛季 意味着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很快两人来到一片池塘 这里曾经是海鲤活跃的区域 但今年的情况不太妙 他们竟然看不到 任何海鲤活动的迹象 两人决定顺流而下 前往更深的区域查看 这些池塘 从北往南绵延的树英里 因其丰富的资源 是滋养海鲤的最佳场所 所以汤姆确信 在某一个池塘里 必然会生活着海鲤家族 果然很快就被两人给发现了端倪 一棵白羊树被海鲤给啃断了 而且痕迹非常新鲜 两人大受鼓舞 很快他们在旁边的池塘里 看到了一个海鲤大坝 一个大坝往往生活着 他缓缓地走向了对岸 水深很快没过了腰部 冰凉的水温 让他有些举步维艰 萧恩咬紧牙关 慢腾腾地到达了对岸 这里有一个海鲤出入的路径 是设置陷阱的理想地 他先是拿出一瓶秘制酱料 这是用海鲤的陷体制作的 可以散发出陌生海鲤的气味 然后萧恩把捕兽家放在水底 海鲤会过来驱赶闯入者 到时候他就会中陷阱的圈套 这种方法屡试不爽 接着两人又来到大坝的中间 准备在这里设置康纳雄市陷阱 当海鲤路过这里的时候 就会触发到陷阱 完事后 两人踏上了反程 几天后 一场大雪不期而至 为牦牛河谷增添了一股寒意 汤姆和南西只能不断地添加柴火 以此提高屋内的温度 但猎人的工作不会结束 此时萧恩过来 并带来了自己的儿子 汉克今年已有9岁 他对继承猎人的本领充满了兴趣 趁着今天放假 他准备向汤姆学习 两人刚好带来了一只海鲤 这正是在前几天设置的陷阱里 抓到的猎物 而今天的课程 就是学习如何包下海鲤的皮 汉克对此非常期待 小男孩费力地拎起一只 30斤重的海鲤 把它放在解剖台上 汤姆一边讲解 一边开始了操作 他用一把锋利的小刀 沿着海鲤的脚腕绕一圈 等把四只脚都处理完 汤姆再从海鲤的嘴巴往下切 这个过程需要掌握好力度 以免再切割肚皮的时候 不小心扎破了内脏 汉克目不转睛地盯着 生怕错过了某一个重要的环节 同时他化身成好奇宝宝 不断地询问 汤姆不厌其烦地回答各种问题 对于传承 他也是非常地看重 时间不长 汤姆就把海鲤皮 给完整地包了下来 下一步就是 把他上面的肉和脂肪刮掉 等来到屋外 汤姆让汉克站到旁边的位置上 好让他看清楚整个过程 然后他拿起一把刮刀 开始了机械的摩擦动作 只有把杂质清除干净 毛皮才能长久地保存 汉克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一老一哨愉快地交流下 汤姆完成了清理工作 他把刮刀重新挂到架子上 然后拿着毛皮返回了屋里 下一步是把它套在铁环上 这是用鹿腿骨制作的工具 用它来扎破毛皮的边缘 再把毛皮撑开后绑在铁环上 最后就能达到汤姆想要的效果 他把铁环挂在横梁上 等待它自然晾干 趁现在还没有天黑 汤姆想传授另一项本领 他准备了几块木板 然后用它们组装成一个盒子 他让汉克亲自参与 这种雪松盒子是欺骗黄鼠狼的道具 让他误以为这是某个猎物的藏身洞穴 现在汤姆需要一个捕兽家 两人来到仓库 这里有各种型号的捕兽家 汤姆挑选了一个合适的尺寸 等回到屋里 他先是在盒子的底部打入一个钉子 这是用来挂诱耳的地方 汤姆建议汉克在盒子上留下他的姓名 以后这将是他的宝贵财富 然后两人前往了野外 来到了黄鼠狼冲没的区域 把捕兽盒子放在了这里 一场言传身教的课程算是完美结束 相信汉克一定会记住这有趣的一天 女猎人马莎狩猎了一只体型庞大的驼鹿 获得了1000磅的肉 等他和女儿艾莉肢解完这只驼鹿 已是半夜时分 第二天 两人正驱车前往大本营 他们已经完成了今年既定的目标 所以得赶在驼鹿肉变质之前回到部落里 部落里的老人都在等待着他们提供的肉 以此来度过寒冷而又漫长的冬季 由于这里地处阿拉斯加偏僻的地区 使得山路崎岖不平 导致车辆摇摇晃晃 虽然这辆越野车经过了改装 可以应付各种险峻的地形 但今天的负重有点多 无形中埋下了隐患 在路过一处下坡的时候 车辆突然发出咔嚓的声音 马莎有些担心 她希望只是虚惊一场 但很快现实就给了她狠狠的一击 刹车失灵了 车速越来越快 马莎只能牢牢地掌控方向盘 情况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 今天两人可能要凶多吉少了 也许是祖先的英魂在庇佑他们 车辆最后稳稳地停了下来 这就是劫后余生的感觉 马莎下来检查车辆 乍一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她又走到车后面 蹲下来检查 而这次她发现了问题所在 只见制动液从卡尺上不断地滴落 应该是卡尺坏了 但她没有备用的零件 于是她检查背包 看看有没有可以修补的工具 很快她找到了一个 长相奇特的钳子 也许用它可以堵住坏掉的卡尺 阻止制动液继续泄漏 马莎的想法是 用钳子夹住这个地方 让制动液停留在下面 虽然一个轮胎的刹车依然会失灵 但另外三个轮胎 仍然有制动液可以使用 刹车的效果同样会存在 同时马莎又添加了一些制动液 现在可以试一下效果 她钻入车底下 让爱丽踩一下刹车 马莎确信 刹车系统可以运作了 两人继续出发 随后的路程非常顺利 他们安全地抵达了大本 由于天色渐晚 今晚他们得在这里过夜 两人把驼鹿肉全部挂在肉架上 明天再把他们运回部落 但在离去之前 他们有一场重要的仪式需要进行 今年部落里去世了一位老人 她是爱丽的祖父 按照他们民族的传统 两人要祭拜一下 希望祖父的灵魂 可以追随祖先的步伐 飘荡在广阔无边的 阿拉斯加荒野里 这是猎人最好的归宿 汤姆正在完善一把返驱功 因为她的功身有点厚 在她忙碌的时候 妻子南希正在捡一些木柴 但她的思绪却飘到了汤姆那里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某一天的凌晨 汤姆突然坐起来表示 她有点喘不过来气了 于是白天她去了医院检查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她的心脏蹦出的液体不够多 医生建议她多多休息 但汤姆不是一个 没守成规的老人 即使身体腐朽 她也要精彩地生活每一天 南希非常理解她 虽然她很担心汤姆的身体 但她更明白汤姆的追求 如果不让她从事这份工作 那就是从精神世界上抹杀了她 最近汤姆一直在服用 增强心脏功能的药物 今天她得回城里 进行第二次复查 但在这之前 她得去解开最后两个陷阱 因为今天是否猎山猫祭的最后一天 所以她得在日落之前解除陷阱 但还没等汤姆出发 心率监测器却突然叫了起来 汤姆很疑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 这个监测器有多种功效 当心脏停止跳动时 她会通过电击的方式 令其恢复正常 平时也会记录一些异常的数据 解除了警报后 汤姆出发了 很快她来到了目的地 今年她已经78岁了 体能确实是大不如前 她得学会让自己慢下来 因为山猫喜欢活跃在陡峭的地形上 所以陷阱也被汤姆布置在了这些地方 她花费了平时两倍的时间 才到达了陷阱处 可惜里面空空如也 汤姆回收了诱饵盒补兽家 盒子则留在原地 等到明年再来使用 然后她继续前往下一处 等她忙碌完回家的时候 天空飘起额毛大雪 南希正在清理积雪 看到汤姆回来 她常说了一口气 两人回屋简单收拾了一下 然后驱车正式往城里出发了 最近的诊所里小木屋 有80英里 崎岖不平的道路 让两人仿佛像坐了蹦蹦车一样 不断地晃动 在持续不断地欢声笑语中 他们终于抵达了诊所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 医生告知 汤姆的情况好转了很多 不需要动手术 只要她每天按时服药即可 带着好消息 两人踏上了板城 哥哥杰克和他的妻子 在第一时间来到家里询问情况 得知这个好消息 他们也是异常的高兴 几人为汤姆的重生 干了一杯 自从9岁的汉克 学习了柔制海梨皮的技术 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 当天汤姆还带着他 布置了一个捕捉黄鼠狼的陷阱 今天终于又到了周末 汉克迫不及待地赶了过来 汤姆了解孩子的天性 他放下手上的工作 背上行囊 带着汉克出发了 路上他们看到了一组 新鲜的黄鼠狼足迹 这令他们大受鼓舞 怀着期待的心情 两人来到了第一个陷阱处 可惜里面什么都没有 汉克的脸上写满了失望 汤姆感受到了孩子的情绪 他希望能抓到点什么猎物 这样才能培养孩子的兴趣 让他有成为一名猎人的想法 也许是上天感受到了这份祈祷 只见下一个陷阱里 抓住了一只白柚 汤姆按住了古兽家的两侧 然后让汉克把白柚给提了出来 毛茸茸的外皮 抚摸着非常舒适 曾经的欧洲贵妇 最喜欢穿用白柚皮制作的衣裳 汉克把白柚拿在手上 有些爱不释手 他喜欢上了这种刺激的感觉 现在他们要去下一个陷阱了 而这个陷阱 正好是那个写有汉克名字的盒子 而他果然不负众望 里面套住了一只长尾白柚 这比短尾白柚更加珍贵 这下小男孩彻底兴奋了 这是他补到的第一个猎物 非常具有纪念意义 汤姆拿出之前的短尾白柚 给小男孩做一下比较 让他明白两者的区别 毕竟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学习过后 两人踏上了返程 回到工作室 汤姆准备传授汉克 如何把皮草变成现金 在包皮的时候 要把头骨和鼻子保留下来 再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后 装上一对新的眼睛 让白柚看起来仿佛像活着一番 讲解过后 汤姆开始了操作 先从白柚的爪子处下刀 整个过程要求非常精细 一张白柚的生皮 只能出售两美元 但经过汤姆的柔制以后 他通常都卖一百美元一个 因为这种精细活 不是谁都能完成的 汉克全神贯注地学习 他现在对成为一名猎人深感兴趣 汤姆愿意成全小男孩的愿望 他准备将本领倾囊相授 使这项手艺可以代代相传 两个男人正在水里 不断地摆弄一些铁丝网 摆成一个围栏的形状 然后把一个捕兽家隐藏在其中 这是用来捕捉海犁的陷阱 有一只海犁家族 在附近居民的池塘里 肆无忌惮地搭建一个海犁大坝 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汤姆和肖恩临危受命 毅然决然地接下了为民除害的重任 想要吸引海犁过来 只需要一招即可 那就是破坏他们的大坝 海犁就会在骂骂咧咧中 赶过来修复河堤 然后就会中了猎人的圈套 汤姆黑黑直笑 这种方法非常阴险 但却相当实用 完事后 两人继续深入 他们划着船 寻找其他适合布置陷阱的地方 这片池塘很大 水质也很清澈 很快两人又发现了一处 海犁活动的区域 于是他们在那里 放了一个脚踩式的陷阱 接着他们继续滑行 想要布置更多的陷阱 结果被一棵横倒的树 给拦住了去路 看样子 他泡在这里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而两人必须得通过这里 所以他们选择了上岸 再拖着独木舟 准备绕过这里 汤姆的心脏不太好 医生不建议他 付出太重的劳力 可老爷子信奉 我命由我父由天 他喘着粗气 艰难地拖着独木舟前行 幸亏肖恩承担了大部分的重量 两人总算绕过了这里 然后他们继续出发 很快来到了一个交叉路口 准备在这里不治第三个陷阱 肖恩捡了一些石头 放入袋子里 汤姆则拿出 用海犁线体制作的密质酱料 把它涂抹在岸边 以此模拟陌生海犁 入侵领地的场景 本地的海犁就会过来驱赶闯入者 而等待他的却是一个补兽家 装满石头的袋子 则是为了 把海犁拖入到水中 最后把它顺利淹死 汤姆设置了几种不同的陷阱 这会令海犁家族防不胜防 总会有他们中招的时候 完事后 他们要回家休息了 第二天 阳光明媚 两人重新回到这里 准备查看昨天设置的陷阱 很快他们来到第一个陷阱处 只见一只海犁静静地躺在那里 这是一只幼年的海犁 但依然可以带来800美元的收入 因为汤姆会把每一个可用的零件 都变成可出售的工艺品 两人继续检查 而在后面的两个陷阱里 有一个陷阱发挥了作用 抓住了一只体型庞大的海犁 汤姆重置了这个陷阱 准备将这里的海犁一网打尽 或者逼迫他们搬家 带着今天的收获 两人踏上了返程 迈克是一名猎雄向导 但平时也会捕猎一些小动物 通过出售毛皮来补贴家用 这里是阿拉斯加南部的科迪亚克岛 岛上生活着 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棕雄 在每年的猎雄季 会有一些寻求刺激的游客 来到岛上参与猎雄行动 迈克通过指导的方式来赚取佣金 但今年有一些游客取消了订单 导致迈克的收入大打折扣 为了维持生计 他只能把目光盯在了狐狸身上 这座岛上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大的狐狸 因其蓬松的皮毛 而大受收藏家的青睐 它的价值是普通狐狸的三倍 每当海水退潮的时候 狐狸会来到海滩上 在游荡中寻找食物 迈克观察了一番 很快就看到了一只银狐狸 他刚从柳树林里钻出来 迈克立刻端起了枪 他通常都会在距离猎物100码的射程内 才会开枪 但今天他准备赌一把 因为银狐狸的毛皮价值最高 可以出售到200美元一张 可惜迈克还是失手了 看着逃跑的狐狸 他又捕了一枪 但依然没有命中 最后只能目送狐狸的离开 迈克深感遗憾 一张200美元的钞票 就这样跑到了山上 他准备换一个地方碰碰运气 行走了一会儿 他看到了一行新鲜的足迹 因为狐狸是非常聪明的动物 主动追击往往不会成功 最好的方法就是埋伏等待 迈克砍伐了一些刷子树 并用它们搭建了一个屏障 由于狐狸的身高不足 他并不能看到屏障后面的迈克 所以他可以放心地坐在这里 然后拿出一个哨子 开始模拟受伤兔子的叫声 这种黯然销魂曲 在寂静的荒野中显得格外的刺耳 同时它也是狐狸的催命曲 狐狸会从很远的地方 迅速地跑过来 迈克演奏了一会儿 视野里终于出现了一只狐狸 这下迈克演奏得更加起劲了 而狐狸也不负所望地 向这里快速奔跑过来 但突然它又停了下来 隐约感觉到事情不对劲 迈克岂能错过这种好机会 它迅速地调整后 果断地开枪了 狐狸应声而倒 却挣扎着爬回了灌木丛里 迈克走过去查看情况 雪地上可以看到一些血迹 沿着这些痕迹 迈克步步紧逼 终于找到了已经死去的狐狸 这是一只漂亮的银狐狸 迈克薅住它的脖子 把它拎了起来 等走出灌木丛后 迈克把它扔到了地上 再用绳子绑住一条后腿 然后把狐狸挂在了树上 现在日光所剩不多 迈克要抓紧时间 包下这只狐狸的毛皮 它的动作娴熟 很快就把毛皮给完整地包了下来 将它甩了甩后 欣赏了一番 这下200美元算是到手了 迈克晃悠悠地返回了家 不过它的打猎之路还没有结束 第二天 它拿着装备再次出发了 今天的目标不是狐狸 而是可以帮助它过冬的鲜肉 要说阿拉斯加的美食 首屈一指的还得是山羊 但它们栖息在陡峭的岩石山上 想要抵达那里南如登天 为此迈克雇佣了一架飞机 李德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装上物资后 他们正式出发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 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李德会在三天后过来接它 所以不管打猎的结局如何 迈克都得在规定时间内返回 拿上物品 他走入了树林里 现在他得寻找一个开阔的区域 用来扎营过夜 等到明天早上再去打猎 迈克简单清理了一下地面 然后拿出帐篷材料 开始组装起来 时间不长 一个帐篷就立在了原地 接着迈克来到附近的小溪边 取了一壶水 然后在岸边做起了晚餐 这些是他自制的意大利面 在煮饭期间 他拿出望远镜 观察对面的山峰 看看能不能找到山羊的身影 可惜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现在面条已经煮好了 他要享用晚餐后 尽快休息 随着第一缕阳光的到来 万物都开启了忙碌的一天 迈克也不例外 今天他要寻找那些 难以捉摸的山羊 可惜他还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现在只能爬到山上 试图在近距离下找到山羊 山羊是最难猎杀的动物 光是想想攀爬这座陡峭的雪山 迈克就感到一阵的头疼 他一步一个脚印的费力攀爬 雪山上清晰地显示了他的脚印 给这片蛮荒之地 再次留下了人类的痕迹 等他爬到半山坡上 一边休息 一边观察附近的情况 而他的运气不错 山顶上出现了几只山羊 为了追上他们 迈克再次出发了 不过在接近山顶前 他需要更换一件白色的外套 同时戴上一个类似山羊头的帽子 以此来迷惑山羊 随后迈克一步步地来到了山顶处 有一只公羊正在好奇地望着他 迈克刚拿起了枪 山羊就警觉地离开了 看来今天已经不适合继续打猎了 他得在天黑前返回营地 这个猎人号称是山羊克星 只要被他盯上的猎物 很难逃脱被杀的命运 这里是阿拉斯加的一处陡峭雪山 有一个身穿白色外套 头戴一顶山羊帽的猎人 正在静悄悄地等待 有一只山羊家族正在向他靠近 昨天迈克打猎失败后 今天一大早 他就回到了这座雪山上 而他的运气相当不错 刚好有几只山羊出现在视野里 迈克预测了一下 他们就会出现在射程范围内 于是他趴下来开始等待 这是一个考验耐心的工作 他的呼吸渐渐地平稳下来 人与周围的环境融为异 很快领头羊出现在视野里 他的体型魁梧又强壮 迈克依然保持不动 因为他的目标并不是这只山羊 随后其他的山羊也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其中就有迈克看中了目标 而他刚好停了下来 这是天赐良机 迈克果断地扣动了扳机 一声枪响瞬间打破了平静 山羊忍着剧痛 开始猛烈地奔跑起来 但终究因为伤势过重 重重地摔倒在地 迈克缓缓地走了上去 其他山羊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现场只留下了这只死去的山羊 这是一只年轻的公羊 它的肉质鲜嫩 是这次狩猎最佳的选择 同时 公羊的死去不会影响到羊群的繁殖 迈克懂得细水长流 他抓起山羊头 抖动了几下 让其嘴里的血液流出来 随后迈克开始了肢解工作 这只山羊可以提供50斤的肉 足够他度过这个漫长的冬季 他把山羊分类打包 并全部装到了背包里 毛皮和羊头则绑在了外面 确定没有遗留下任何东西后 他踏上了返程 下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特别是背着重物的情况下 很容易失足摔下去 他只能放缓脚步 开始还比较顺利 但很快就遇到了一个悬崖 看来这次的路线选择错误了 可现在日光渐暗 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他拿出一根绳子 绑在一棵小树上 通过拉拽绳子的方式 一步步地往下攀爬 最后有惊无险地下来了 然后他把绳子回收起来 等他再次抬头观察的时候 也是一阵地后怕 而剩下的路程已经没有险境了 这次的打猎算是完美结束了 两个猎人躲在岩石后面 前方有几只鹿 其中的两只熊鹿正在大打出手 乔石夫妇却迟迟没有开枪 因为他们想玩把大的 现在正好处于捕猎计 两人准备把家里的冰柜填满 以此度过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 为此他们要捕猎两只鹿 才能满足需求 现在他们一人盯上了一个目标 妻子邦尼是神枪手 现在由他开出第一枪 这把枪的威力非常强大 子弹穿过路以后 打入了深厚的地里 乔石只有一秒钟的准备时间 果然另外的几只鹿 吓得落荒而逃 乔石紧紧地盯着目标 可惜这几只鹿跑得太迅速了 他根本没有机会开枪 两人过去检查收获 这是一只年轻的熊鹿 提供一百斤的肉 两人商讨了一番 决定留下邦尼在此分解路 乔石则继续去寻找新的猎物 带上妻子的祝福 他向着荒野的更深处出发了 过了一段时间 他在对面的天际线上 看到了一些鹿 等他敲摸摸地靠近后 趴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开始扫描对面的情况 只见几只鹿正在安安静静地吃草 乔石略坐瞄准后 果断地开枪了 可惜他却失手了 几只鹿分散逃跑起来 乔石无奈地叹了口气 与此同时 邦尼一边警戒 一边快速地肢解路 因为这附近 有一些可怕的影兽出没 而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 有可能会招引来这些不速之客 所以邦尼需要加快肢解的动作 现在镜头回到乔石那里 他再一次靠近了几只鹿 幸好这里是逆风方向 这些鹿才没有嗅到他的气味 乔石静静地等待机会 有一只熊鹿 刚好跑到开阔的区域 乔石屏住了呼吸 眼看机会出现 他果断地开枪了 熊鹿应声而倒 乔石激动地予无伦次 今年过冬的鲜肉 终于给凑齐了 他走上前 去接受这次的收获 这只熊鹿的体型 远超刚才捕猎的那只 他大概有六岁左右 正值熊鹿的巅峰期 乔石捕猎了一只熊鹿 开始了肢解工作 他用一把锋利的小刀 对着鹿不停地劈砍 切割下各个部位的肉 再将它们打包装入背包里 鹿头也不能浪费 收拾完毕后 乔石踏上了返程 解决了食物问题 他可以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这座小木屋 是他在前些日子迁移过来的 作为防御野兽的前哨站 木屋搭建于1885年 虽然整个结构的完整性 仍然健全 但很多细节需要修补一下 特别是屋里缺少一个热源 不过乔石想到了一个办法 旁边有一个老宅基地的遗迹 他曾经发生了火灾 只留下了一个壁炉 而乔石准备借用一下这个壁炉 他找来了两个帮手 一个是妻子邦妮 一个是农场工人米克 他们首先是测量了一下壁炉的尺寸 接下来要在木屋的侧面 凿出一个同样大小的洞 但在切割之前 他们得加固一下墙壁 以免发生倒塌事件 准备妥当后 乔石启动了邮具 开始沿着印记切割 为了稳妥起见 他选择一根根的切割原木 邮具的使用需要小心谨慎 大约在五年前 乔石的父亲 在伐木的途中被大树给砸死 享年才63岁 所以每当使用邮具的时候 乔石就会想起可怜的父亲 这会督促他谨慎地对待邮具 现在墙壁已经抠出来了 接下来才是整个项目的关键 乔石开来了一辆叉车 他把木屋举起来 再往底下塞入两分圆木 通过叉车的推动 将木屋缓缓地移动位置 米克注意观察情况 他得确保壁炉和木屋 可以完美地结合 因为他们没有犯错的余地 木屋正在缓慢地靠近 米克通过大声呼喊的方式 引导乔石的行动 眼看一切顺利的时候 突然传来嘎吱吱的声音 乔石急忙停了下来 原来是街口处有点紧 于是他把墙壁再次挖宽了一些 给予他足够的空间 然后他回到插车上 继续推动小木屋 而这次他们成功达到了想要的效果 但工作还没有结束 他们得修补小木屋了 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给他们的工作增添了几分困难 两人从山谷里捡来了一些岩石 用它们来完善壁炉 接着他们制作了一些水泥 用来固定这些岩石 等水泥鸣固后 乔石生了一把火 随着火势越来越大 屋内的温度也在逐渐升高 小木屋终于可以入住了 这下乔石也能尽心尽责地保护牛群了 这是一棵百年老树 只因为长错了地方 被尤斯塔斯给无情地锯掉了 虽然这棵山谋举树非常粗壮 但依然挡不住油炬的锋利 在短短的时间内 它就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 终究因为头重脚轻 直直地倒塌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 还弄倒了其他的小树 而这是它最后的倔强 这里是蓝岭山脉 尤斯塔斯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现在它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从小它有一个教书育人的梦想 自从帮助新来的邻居 在此安家以后 它再次唤醒了儿时的梦想 准备把山地人的生存技能 传授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听到这个风声后 有一些学徒踊跃报名 尤斯塔斯在欣慰之余 也感觉到了压力和责任 但在他们抵达之前 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那就是修复进山的道路 为此他叫来了两位帮手 虽然这棵挡路的树被砍伐了 但绝对不能浪费 尤斯塔斯测量了一下尺寸 然后把多余的枝条全部去掉 只留下最精华的树干 尤斯塔斯启动了挖掘机 把原木轻松地抬了起来 并斜着摆在道路上 然后他们继续切割 把原木切成几等份 用链子牢牢地绑住 之后再把它们挨个装入卡车里 一段原木重达几百斤 搬运的过程中需要小心谨慎 如果砸到人将会凶多吉少 很快四段原木都被装到卡车上 然后把它们运回家里 现在尤斯塔斯得处理这个树桩了 他用挖掘机不断地刨土 并把泥土倒在旁边的断崖上 通过这种方式来拓宽这条山路 在一辆挖掘机和一辆推土机的轮番操作下 道路正在肉眼可见的成型中 同时尤斯塔斯想到了伤风问题 他在道路的内侧挖出一个沟渠 使雨水快速地流动 为了不影响道路的泥命 他计划让雨水从下面通过 为此他搬来了一个大管子 把它埋在地底下 到时候山上的雨水 就能通过这个管道 流到旁边的断崖下 挖掘机从上面路过 管道没有丝毫的变化 完全符合他们的需求 随后他们用推土机 把道路弄平一些 尤斯塔斯非常欣慰 接下来可以正式开启 他的野外训练营了 这是一张稀有的野牛皮 揉制以后的价值非常昂贵 汤姆和肖恩准备将它转变成现金 他计划制作野牛排的靴子 能够卖到200美元一双 而这张皮最起码能制造出十双鞋 现在第一步是把牛皮绑在框架上 汤姆因为心脏问题 身上携带了一个监测器 同时他遵从医生的主妇 不敢付出太大的劳力 很快两人就把牛皮绑在了框架上 因为肉和脂肪依然残留在皮肤上 导致牛皮的重量达到了100斤 两人合力才能把框架立起来 接着他们费力地 把框架鞋靠在木屋旁 准备进行下一个环节了 他们各拿着一把刮刀 开始了刮砂过程 只有把瘦皮上的肉和脂肪全部刮掉 瘦皮才不会腐烂 这种刮刀的刀柄 采用的是迷路的路角 这是来源于美洲原住民的技术 已经传承了几千年 而刀刃曾经使用的是实刀 但现在技术得到了升级 汤姆采用的是一个锋利的钢刃 一旦瘦皮经过刮砂和晒黑的过程后 就可以用来制作皮靴了 而这份工作是由南希和他的嫂子康妮来完成 他们手上拿的是去年的瘦皮 南希是缝制的大师 他一边讲解 一边开始了绘画 然后用剪刀裁剪起来 康妮拿出来一些珠子 准备用来装饰鞋面 他们一边交谈 一边忙碌起来 而屋外的两人也没有闲着 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工作 汤姆夫妇在此定居已经有40年时间 早已深深地爱上了这种生活 只要生命不息 他们就不会停下脚步 南希和康妮把作品合在一起比对 确保两者的尺寸可以匹配成功 然后他们继续完善手上的作品 同时汤姆和肖恩的工作也接近了尾声 两人仔细地检查了一番 确保没有遗留的地方 然后他们把框架搬进了工作室里 汤姆对肖恩表示了感谢 今天多亏了他的帮助 汤姆才能顺利地完成刮痧的工作 随后他拿来了鹿的大脑 并用热水搅拌均匀 然后将这个液体涂抹在瘦皮上 它可以起到软化皮肤的作用 这是柔制皮革最关键的一步 等汤姆回屋的时候 屋内的南希和康妮也完成了一双牛皮靴的制作 他看着既保暖又充满了艺术感 200美元算是到手了 这就是他们平凡而又充实的一天 哈利和基德正在完成一个价值5000美元的项目 这是一艘平底船 它的组件全部都是木头 等船来到目的地 又能把木头拆解下来 并组装成一个小木屋 他们曾经的产品有漏水的现象 兄弟俩进行了升级 在每块地板上都切出一个凹槽 通过互相重叠的方式 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他们完成了地板的组装 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这些是主过的亚马紫油 有助于保护木材 接着他们在上面 涂抹一层自制的松胶油 它会起到防水的效果 现在地板部分算是完成了 接着两人把船翻转过来 开始设计上面的部分 去年他们有运输过罗子的精力 当时为了让罗子上船 他们煞费苦心 现在准备吸取教训 要在船体的中间 设计一个可移动的斜坡 他们把几块木板定在一起 基德在上面跳了跳 感觉非常的结实 然后他们把斜坡放下来 基德又走上去感受了一下 正好是他们想要的效果 除了这个功能以外 他们又设计了另一项功能 那就是在船体的侧面开一个门 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创新 两人先搭建了一个框架 接着把几块木板定在上面 完成了门的形状 然后把脚链安装上去 门就可以自由移动了 两人非常喜欢这个设计 现在就看大门能不能正常关闭了 可惜在关闭的途中 感觉门被某种东西束缚住了 迟迟关不上 基德一用力 门是被成功关上了 但他们发现一个脚链坏了 看来这些脚链的质量 不足以支撑这个大门 于是他们准备 自己制作超大号的钢脚链 采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他们用焊接的方式 组装了一个钢脚链 然后把它拿到船那里 并固定在门的底下 为了保障它的牢固性 他们采用的都是粗壮的螺丝 两人检查效果 发现它超乎想象的好 关闭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瑕疵 而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他们要给船座最后的修饰 两人把钢铁加热 然后锤炼其形状 把它弯曲成一个把手的样子 最后固定在船上 哈利焊接了一个 类似门一样的工具 然后在船的背面 与对应的把手一起固定住 现在船只已经造好了 是时候把它拖到河边了 这是一艘价值5000美元的平底船 今天是它第一次下水 两人对此非常重视 只有把船安全地滑到下游 交接给客户后 他们才能赚取到报酬 两人商讨了一番 决定由基德驾驶平底船 哈利则做冲气阀跟在后面 他们把木甲安装到船上 现在可以出发了 冬天是鲑鱼河 在一年中最平静的时候 但他们也不能因此而松懈 因为有些河段依然会很湍急 这只小狗是第一次坐船 在感到新奇的同时 也被吓得瑟瑟发抖 基德看到这一幕 有些哭笑不得 现在的河段相对比较平稳 他还可以轻松地应对 但前方是他们遭遇的第一个湍流 基德的表情瞬间严肃了起来 他不是担心自己 而是关心弟弟的安危 因为基德拥有近20年的划船经验 但弟弟还是一个菜鸟 他叮嘱哈利 一定要跟紧自己 而挑战终于来了 基德游刃有余地掌控船只 同时还能告诉哈利一些注意事项 结果哈利还是卡在了一块岩石上 他在原地雇勇了很久 但冲气阀依然不能摆脱困境 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河水开始渗入船底 情况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 哈利不断地呼喊哥哥 基德也是着急万分 也许天无绝人之路 哈利意外地摆脱了束缚 他们选择了究竟靠岸 冲气阀的漏水还在继续 已经淹没到哈利的脚脖子上 两人把阀子翻转过来检查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处漏洞的地方 他们计划用胶带贴住 但在这之前 他们需要用打火机加热一下 把底部弄干以后 再贴上了胶带 短期内应该可以应付一下 两人把阀子翻过来以后 又补了一些气体 然后他们继续出发 沿途的风景非常美丽 两人一边欣赏 一边向着目的地不断地前进 但湍急的河流 依然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麻烦 冲气阀被冲击地不断摇晃 给一人一狗晃得有些头晕目眩 而他们在短暂地休息后 又赶上了一个更大的湍流 而这里遍布了很多岩石 平底船重重地砸到一颗石头上 基德不禁看向了地板 查看有没有漏水的地方 为了稳妥起见 他选择了靠岸 发现木板上被磨出了一些小洞 还好问题不大 两人继续出发 剩下的路程非常顺利 他们成功抵达了目的地 买家检查了一下平底船 发现它的功能很强大 买家很喜欢这艘船 双方正式达成了交易 一头体型庞大的驼鹿 与猎人相隔不过100米 但它是安全的 因为杰克早就囤满了过冬的肉食 而他今天出行的任务 是为了寻找美洲狮的身影 他是一名猎狮人 负责驱赶闯入牧场里的美洲狮 为了能够快速地找到狮子 杰克释放了犬队里 最有经验的一只猎犬 他叫马林 拥有非常敏锐的嗅觉 他一边奔跑 一边不断地嗅着气味 感觉他好像捕捉到了什么 杰克走过去观察 可惜什么都没有发现 刚才他接到了一位牧场主的电话 他说牧场里出现了蛟狼的痕迹 希望杰克能过去看一下 威胁牧场安危的不只是美洲狮 蛟狼也是凶手之一 而且蛟狼非常狡猾 想要捕捉他们绝非易事 很快杰克看到了一条新鲜的蛟狼足迹 他想在这里设置一个圈套 这些铁丝经过煮熟和打蜡处理 上面已经没有人类的气味 他把铁丝绑在一棵小树上 然后在受入小镜上设计了一个圆圈 当蛟狼路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套住脖子 他越是挣扎 套得就会越紧 现在杰克需要尽快离开这里 因为他待的时间越久 留下的气味就会越多 很快杰克又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这里也是蛟狼的必经之路 他采用同样的方式 把一个陷阱布置在了这里 但被动等待不是杰克的风格 他喜欢主动出击 因为黄昏是蛟狼喂食的时间 如果运气好的话 他完全有可能碰上蛟狼 杰克拿上他的武器 正式出发了 走着走着 他却突然猫起了腰 原来前方有一只蛟狼 大约在一百码之外的位置 但杰克并没有急着开枪 因为现在的风比较猛烈 蛟狼无法嗅到他的气味 所以杰克还能再靠近一些距离 等靠近后 他学起了蛟狼的叫声 但这只蛟狼非常警觉 立马逃跑起来 杰克试着开了一枪 可惜他打偏了 他想再捕一枪 但蛟狼已经全速奔跑起来 想要命中难如登天 杰克发出懊恼的叫声 因为牧场主发出了悬赏 没打死一只蛟狼 可以领取一百美元的报酬 所以杰克不甘心地追了下去 却意外地发现一只鹿的尸体 这就是被蛟狼主杀的 怪不得他们会频繁出现在这里 因为鹿还没有被吃完 很快夜幕降临 杰克依然在寻找蛟狼 他蹲在一处高地 模拟受伤动物的叫声 时间不长 视野里出现了一只蛟狼 杰克等待机会 而蛟狼刚好停了下来 于是他果断地开枪了 一枪打倒了蛟狼 杰克走上前 看到了已经断气的蛟狼 杰克带着他 准备去领取赏金了 这是一辆袖珍的巴伦车 是马莎用极低的价格逃到的宝物 如果修复一下 有望成为他们工作中的得力帮手 马莎和女儿艾莉 是一个部落里的指派猎人 他们通过打猎的方式 获取整个部落生存的肉食 巴伦车的设计 不仅能在陆地和沼泽上到处跑 也能漂浮在雪上 马莎把车开进了车库里 准备对它进行一番休整 这两个履带是辅助八轮车在雪地上移动的 两人准备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出现错位的情况 马莎开始缓慢地倒车 直到第一个轮子成功上位以后 它加快了倒车的速度 并在轨道的尾端停了下来 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两人把履带卷起来 然后把它安装在轮子上 使其形成闭环的模样 再用一根杆子把它固定住 另一个轮子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 但在闭环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这个履带有点短了 两人想到了一个办法 利用急轮来增加压力 他们把急轮带套在履带上 通过收紧急轮的方式 使履带紧紧地依附在轮子上 进而达到塞入固定销的目的 现在八轮车已经正式变成了雪地摩托 两人准备去试一下效果 小车从车库中倒出来 并轻松地完成了飘逸中的转向 马莎感受了一下 觉得操纵起来游刃游 她决定到树林里挑战一下山路 八轮车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英里 即使遇到厚厚的积穴 依然不能阻挡她的前进 马莎感到兴奋不已 有了这辆车 他们可以前往荒野里的任何地方 可惜乐极生非 八轮车在一处上坡的时候 轮子开始原地打滑 现在他们是哪也去不了了 马莎微微皱眉 她让女儿下去观察 最后发现了一个问题 履带变得太宽松了 使得摩擦力不够 马莎拿出来充气设备 开始给轮胎挨个打气 等轮开气足了 履带自然就会收紧 他们果然解决了问题 八轮车继续前进起来 有了这辆狩猎机器 他们可以前往荒野的更深处去打猎了 这是一辆号称迷你版的坦克 除了没有炮筒以外 功能与坦克非常类似 跋山涉水如履平地 马莎和女儿艾莉 正在寻找猎场的路上 白雪覆盖下的荒野 显得格外的美丽 他们仿佛进入了冰雪王国 但八轮车的轰鸣声 却打破了这份宁静 她在晃晃悠悠中快速地移动 两人甚感兴起 可一种危机正在前方等待他们 这是一个未完全结冰的河床 两人停了下来 准备评估一下风险 他们注意到 小溪的岸边有一些断层 这种地方非常危险 如果小车陷入其中 很难爬上来 马莎规划了以下路线 同时为了稳妥起见 她让艾莉留在对岸 自己驱车上路了 小车经过一阵加速后 快速地冲向了对岸 但她有些马力不足 卡在了斜坡上 马莎猛踩油门 终于让小车成功爬了上来 艾莉乐呵呵地看着这一幕 八轮车正在证明自己的价值 她继续向着新的狩猎场飞奔过去 很快天空飘起了雪花 两人又停了下来 因为雪地上显示了一些陀路的脚印 他们应该是来小溪处喝水的 看来两人寻找的方向是正确的 他们进入了陀路的国度 陀路是具有领地意识的大型动物 他们倾向于待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 木丛里看到了更多的痕迹 陀路啃食了这里的树皮 这些迹象可以进一步证明 这里确实生活着一些陀路 两人继续前进 按照部落长老给出的情报 在这里的更深处有一座山谷 那里是陀路的家园 因为今年过冬的食物已经充足 所以两人今天不会猎杀陀路 但他们会标记地方 等到明年的秋天 这里将会成为他们的新猎场 不过这里的地形更加恶劣 八轮车都有些招架不住 在他的权力以赴下 两人最终还是艰难地爬到了小高地 眼前就是传说中的山谷 他们一边去车 一边观察四周 爱丽却突然大叫一声 原来他看到了一只陀路 为了不引起陀路的恐慌 他们关闭了引擎 这是一只成年的雌性陀路 看起来美丽又健康 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说明这座山谷 确实是陀路的理想生存地 两人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几头美洲野牛 正在狂躁的奔跑中 他们弄坏了一截栅栏 从牧场跑到了野外 乔石感到有些奇怪 这些栅栏通着电流 一般情况下 牛群根本不会靠近 现在也不知道跑掉了多少牛 在这片蛮荒之地的深处 依然生活着原始的野牛群 如果牧场里的野牛找到了他们 回归野性的生活 也不过是瞬息之间 所以乔石必须得快点修复栅栏 再去把丢失的牛全部找回来 就在这时 又有一头牛准备悄悄地溜走 却被乔石逮了个正着 被他驱赶回了牧场里 同时外面聚集了一批野牛 随着乔石的一声令下 他们乖乖地回到了牧场里 毕竟乔石照料这个牧场 已有四年时间 牛群早就败倒在他的淫威之下 乔石只是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 这些野牛就害怕极了 他们争先恐后地 从缺口处跑回牧场里 场面颇有一些混乱 有一头慌不择路的野牛 一下撞到了栅栏上 摔了一个四脚朝天 看到乔石接近 他又瞬间站了起来 撒鸭子就跑 虽然野牛都跑进了牧场里 却进一步破坏了栅栏 乔石开始修复 他把歪掉的支柱重新摆正 就在他忙碌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雪地上 有一些新鲜的蛟狼足迹 乔石终于找到罪魁祸首了 原来是蛟狼闯入了牧场里 导致牛群发生了混乱 等他修复完栅栏后 该去找这些蛟狼谈探了 乔石沿着牧场的周围巡逻 试图寻找蛟狼的身影 很快他看到了几行蛟狼入侵的脚印 他停下了车 把一些工具装入背包里 然后向着蛟狼的方向走得过去 这里有一片茂密的灌木丛 蛟狼最喜欢活跃在这些地方 乔石准备在兽禄小镜上设置陷阱 他先把右耳涂抹在树枝上 再用铁丝摆成圈套的形式 他可以套住蛟狼的脖子 然后乔石继续观察地形 又找到了一处适合布置陷阱的地方 他把一个捕兽家放在地上 先用泥土掩盖 再用雪花覆盖它们 使其看起来非常自然 随后乔石继续巡逻 结果他突然停了下来 并慌张地拿出了枪 原来对面的山坡上有一只蛟狼 乔石趴下来瞄准 但感觉距离有点远 于是他学起了蛟狼的叫声 可对面的蛟狼没有丝毫反应 所以乔石只能无奈地开枪了 而他不愧是一位顶级的猎人 直接命中了目标 他走上前查看 这是一只成年的雌性蛟狼 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乔石抓住两条后腿 把这只蛟狼给背了起来 只见鲜血从狼嘴里一出 他来到附近的一棵树旁边 快速地把毛皮给包了下来 这张狼皮另有用处 乔石用树枝做成了一个圆圈 再用几个圆圈组合起来 然后把狼皮披在上面 模拟蛟狼的形态 最后把它挂在灌木上 再用一根绳子连接它 通过拉拽绳子 使其看起来 像是一只撅着屁股摇摆的蛟狼 而乔石则躲在一个隐蔽的角落 并时不时地模仿蛟狼的叫声 这就叫母狼的诱惑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 时间不长 有一只帅气的雄性蛟狼 正在快速地奔跑过来 乔石端起了枪 看到蛟狼停了下来 他果断地开枪了 蛟狼在晃晃悠悠中摔倒在地 乔石缓缓地走上前 顺利地找到了这只蛟狼 它的体型很大 应该是属于狼王级别 一天内捕猎了两只蛟狼 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对于牧场来说 将会更加地安全 但人与蛟狼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只要牧场在这里 双方的冲突必然会持续下去 随着太阳升起 风和山脉迎来了新的一天 乔石开始了每日的例行检查 牧场里养育着600多头美洲野牛 由于规模的庞大 光靠栅栏的防护并非万无一失 所以需要乔石不断地巡逻 果然又被他发现了一处遭到破坏的栅栏 野牛从这里逃出了牧场 而远处就有一头野牛正在外面徘徊 乔石试图把他驱赶回牧场 但这头公牛的尾巴高高翘起 这是愤怒的表现 野牛生性暴躁 乔石不敢给他太大的压力 他驱车在后面慢慢地跟随 目送野牛走进了牧场里 乔石赶过去 修复了栅栏并恢复了宫殿 现在他要去找寻其他丢失的牛 雪地上清晰地显示一些脚印 这将指引他前进的方向 毕竟一头牛价值3000美元 乔石无法承受这么大的损失 就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 终于看到了几头牛的身影 他们偷偷地跑到了草料区 现在乔石要把他们驱赶回牧场里 你知道发情期的公牛有多可怕吗 他们会逮住一切机会 甭管对方是不是一头同样的公牛 面对这些暴躁的家伙 乔石却敢在身后驱赶他们 看到几头牛奔跑起来 乔石一边驱车 一边不断地鸣敌 指引这些野牛前进的方向 可惜这几头牛有些我行我素 乔石磨灭了耐心 他拿出一把手枪 对着地面连开了两枪 野牛这才慌不择路地改变了路线 因为美洲野牛依然保留着原始的习性 他们遵从强者为尊的理念 而身为牧场的守护者 乔石必须让这些野牛从内心中沉浮于他 在他的淫威之下 这几头牛乖乖地回到了牧场边 乔石走过去 打开了大门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几头野牛争先恐后地跑进了牧场 乔石不禁发出了胜利者的笑声 随后他把大门重新固定住 然后继续巡逻起来 他的巡逻还有另一项任务 那就是检查牛群的健康 他驱车从牛群中间穿过 虽然引起了牛群的不满 但他们敢怒不敢言 乔石之所以如此行径 只是为了更好地观察牛群的情况 饲养野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一旦牛群发生了某种传染病 将会导致成匹成匹的牛死亡 而在第一时间发现病毒 就可以把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 所以乔石总是不辞辛苦地观察牛群 经过这几年的锻炼 他已经练就了火眼金睛 一眼就能看出野牛的健康问题 比如眼前的这头公牛 他的后腿有点僵硬 应该是被其他公牛给欺负了 乔石又听到了咕噜咕噜的声音 这是公牛发出的警告 为了避免引起骚乱 乔石主动退让 这里的牛群看起来很健康 所以他准备去其他区域看看 很快他发现了一头落单的野牛 他看起来非常的虚弱 乔石下车观察 这头野牛瘦骨鳞循 他独自出现在这里 要么病死 要么会被野兽叼走 但这都不是乔石希望看到的场景 他从车上拿了一些药 把他们混合起来后 装入一个注射器里 然后把他塞入到猎枪的枪管里 当作子弹一样射出 但在这之前 他得靠近目标 不过却把野牛给下了一跳 他开始猛烈地奔跑起来 双方的距离正在不断地靠近 等把他堵到了栅栏边后 乔石冲着他开了一枪 弹注射器瞬间又弹了出来 乔石走过去检查 发现药剂已经打入了一些 希望这头野牛能够重新恢复健康 接下来的几天 乔石会重点关注他 把一根雷管炸药塞入到 严石的孔洞里 再用一些泥土覆盖洞口 然后两人躲得远远的 将电池的保险丝接上 扭动开关后 按下了红色的按钮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严石瞬间四分五裂开来 场面相当震撼 这里是爱达河州的锯齿山 事情的发生还要从早上说起 由于天气的恶劣变化 导致小溪全面结冰了 哈利和基德是这里的牧场主 为了给牛群带来饮用水 他们正在不辞辛苦的凿冰 虽然这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 但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他们需要一劳永逸的办法 基德想起来距离此处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地下泉水 众所周知 泉水是不会结冰的 等他们来到地方 挖开湿润润的地面 可以看到有泉水正在慢慢地渗出 但想要把泉水引流到牧场里 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工程 他们一边观察地形 一边研究方案 很快心里有了一些想法 两人立刻行动了起来 他们开来了挖掘机 开始挖一个壕沟 准备筑起一个堤坝 刚开始还比较顺利 但直到他们遇到了一块大石头 如果不把它解决掉 挖掘机根本没办法工作 逢山开路 御水搭桥是他们的风格 一块小小的巨石 又岂能阻挡他们的步伐 于是他们准备用炸药崩了它 为了完成这一撞举 他们用一个打装机 疯狂地敲击岩石 很快就钻出来一个孔洞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开头的一幕 炸药成功把岩石给崩碎了 两人上前查看效果 只见碎石洒落的到处都是 他们可以继续工作了 兄弟俩的计划是 挖一条长达100英尺的壕沟 然后通过管道 将泉水从山上引下来 这种管子上布满了孔洞 最大的作用 就是让泉水从各个角度钻入其中 他们把管子放入壕沟里 再用一些沙粒来固定管道 同时他们不会阻止泉水的渗透 这里慢慢地就会形成一个蓄水池 等完成了这一步 他们拿来一根水管 将它的两端都插入到管道里 然后从中间结成两半 哈利通过挖掘机把水管埋起来 下一步是找来一个轮胎 把它放在水管处 泉水会从水管口不断地冒出 接着他们把水泥倒入其中 水槽的底部要用混凝土来密封 几小时后 水槽里已经蓄满了泉水 他们不必再担心牛群饮水的问题了 一根粗壮的铁棒 从燃烧的煤炭中抽了出来 两人各拿起一个大铁锤 轮流对通红的铁棒敲打起来 使其缓慢地变成尖锐的前端 这里是蓝岭山脉 尤斯塔斯和邻居正在打造两个铁支柱 用来搭建一个户外厨房 现在他们需要在铁棒的末端穿一个孔 但在这之前 他们需要把铁棒变得敦实一些 这是一个后击勃发的过程 完事后 他们用一个锥子给铁棒穿孔 为了扩大孔洞 尤斯塔斯塞入一个异物 通过敲打的方式 使孔洞进一步变大 最后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接着两人把铁柱敲入地里 再把一个横杆穿入两个孔洞中 现在他们准备试一下效果了 看着正在烧热的茶壶 尤斯塔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计划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户外训练营 将传统技能传授给更多的人 第二天 尤斯塔斯要完成训练营的最后准备工作 他想打造一个温室 既可以培育蔬菜 又能把种植的技巧 纳入到训练课程里 他打听到某一个邻居 最近获得了一些双层玻璃 所以他才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一个温室需要9块大玻璃 成本大约在700美元 尤斯塔斯准备支付这笔钱 但邻居坚决不要 想要无偿送给他 告别了有爱的邻居后 尤斯塔斯返回了家里 这里曾经有一个温室的遗址 已经荒废了很多年 在安装玻璃之前 他们需要重新修整一下 首先他们将这里的树木砍掉 清理出来遗址 再把破旧的木板去掉 同时把砖头的外墙皮扒掉 然后附上一层新的灰蜜 使基础框架恢复原貌 接着他们回到伐木厂 启动了这台100多岁的老机器 把原木切成了一些木板 再将它们运到温室那里 然后几人把木板安装到框架上面 通过一番组装 最后形成了一个带着斜角的木架 接下来就是安装玻璃了 几人小心翼翼地操作 以免玻璃上产生裂缝 但天空风云突变 一场雷雨不期而至 而几人的工作才完成了一半 可现在停下来只会功亏一篑 他们只能冒与坚持 功夫不富有新人 在他们的坚持不限下 温室终于诞生了 里面已经感觉到了温暖 尤斯塔斯不禁畅想起了美好的未来 这是一辆九成新的皮卡车 是马莎送给女儿艾莉的礼物 等她年满14岁的时候 就可以考取驾驶证了 不过这辆皮卡 想要驰骋在阿拉斯加的荒野里 还需要进行一番改装 那就是更换悬架和轮胎 马莎曾是一位 经验丰富的陆军机械师 改装车辆对她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他们先是用千斤顶把车辆顶起来 然后艾莉拆下轮胎 并把他们放到角落里 现在两人准备更换悬架了 他们是部落里的指派猎人 只有性能强大的车辆 才能伴随他们出入各种险境 狩猎更多的猎物 以此帮助部落里的老人正常生活 这个事业片弹簧 具有一定的减震效果 但她的弧度有些差强人意 因为这些螺栓有些生锈了 所以马莎往上面抹了点枪油 帮助钻机把螺栓取下来 完事后 他们拆下来叶弹簧 并和新的配件做了一下比较 两者的差距肉眼可见 随后他们把新的叶弹簧安装上去 在这个过程中 马莎耐心地讲解 并让女儿亲自操作 她希望艾莉能够掌握这些知识 在安装巨大的轮胎之前 车辆还需要一个关键的升级 这是一条传动线 将动力从发动机传递到车轮上 现在他们准备安装轮胎了 这些巨大的轮胎尺寸 远大于原始的轮子 两人需要通过滚动的方式 才能移动它 每个轮子重达120斤 拥有深切口的开面图案 具有强大的抓地力 马莎不断地矫正位置 把轮胎安装到轮骨上 然后拧上了螺栓 直到它发出咔嚓的声音 现在完成了第一个轮胎 采用同样的方式 他们把其他的轮胎 全部安装了上去 两人准备试一下车辆 马莎用缓慢的速度 考察轮胎的抓地力 感觉效果出奇的好 接着他们准备测试悬挂系统的威力 这需要越过一块石头 而眼前就有一块 前轮和后轮都很轻松地碾压了过去 说明减震效果非常的好 随后他们迎来了一个大考验 这是有一定角度的上坡 而车辆毫不费力地征服了他 两人现在爱上了这辆宝贝 对于下一个狩猎季 他们充满了期待 迈克是一名猎熊巷导 他独自居住在科迪亚克岛 食物全部来自大自然的赠予 本赛季他狩猎了一只山羊 成功获得了过冬的肉食 现在可以把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 今天的海浪有些波涛汹涌 迈克有点担心他的船 他有一艘35英尺长的铝制渔船 平时用来捞鱼或者捕蟹 所以把他停在了岸边 等他来到地方 两手一摊 渔船还在 但已经被海浪摧残过了 他检查了一番 发现两个马达都失灵了 里面进入了海水 而且所有线路都混在了一起 这简直就是灾难级的事故 迈克有种血压飙升的错觉 而猎雄记即将到来 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 现在他考虑把渔船 放到附近的泄湖里 渔船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排水口 迈克用铁锹 把空间整理出来 然后打开了开关 一瞬间就有海水冒了出来 这是良好的现象 说明海水没有跑到渔船的其他位置 等排完水后 他会给渔船调转下方向 当涨潮的时候 渔船就可以重新漂浮起来 之后他就可以把船开到泄湖那里 为了调转渔船的方向 他不断地往船底塞入浮标 在浮力的帮助下 渔船缓慢而有节奏的移动 直到船头对着大海的方向为止 现在万事俱备 只差涨潮了 等待了一段时间 潮水开始上涨 迈克开着这辆海陆两用的小船赶了过来 目前涨潮的幅度还不够 但他不愿意等待 想试试用小船来拖拽渔船 这艘小船之前只拉过木头 能否可行一切还是未知数 随着小船缓慢的前行 发出了嘎吱吱的声音 但渔船却纹丝不动 小船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但对于大渔船来说 他无异于是一个小型玩具 看来这个方法不可行 于是他购买了三桶燃料 并顺便叫人帮忙拖一下船 几人先把燃料桶搬到岸上 然后开始了拯救渔船的工作 这艘船马力十足 迈克对其寄予了厚望 但事情的走向有些出乎意料 渔船依然是纹丝不动 迈克让朋友先停下来 然后他把几个浮标塞入船底 接着让朋友再次尝试 而这次终于看到了效果 渔船在被撬动以后 以一个猛烈的姿势扎入了水里 迈克不禁常说了一口气 泄湖位于半英里之外 他用自己的小船拖着渔船前进 但此时正好是退潮的时候 迈克注意到 水深正在不断地下降 他完全是在与时间做赛跑 如果错过了今天 他就得等待12小时涨潮 而今晚会有一场暴风雨 所以迈克无法把渔船扔在这里 他一边加速 一边在心中祈祷 也许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他顺利地抵达了泄湖入口 但困难也随肿而至 这里的水深太浅了 船有搁浅的风险 不过迈克的小船 就是专门为这一刻准备的 他把轮子放了下来 成功转型成陆地车 然后继续拉拽渔船 等来到差不多的位置 他把渔船停下来 并用一个沉重的毛来固定住 现在他可以回家了 渔船则留在这里 几天后 天气转晴 海面上风平浪静 迈克忍不住出来散散心 顺便狩猎一下水禽 最近他一直在吃羊肉 感觉有些腻的慌 所以今天他想换换口味 而这种晴朗的好天气 正好是水禽活跃的时候 科迪亚克岛生活着 种类繁多的鸟类 迈克希望能捕猎一只鸭子 来当晚餐 虽然岸边停留了很多水禽 但迈克不能直冲过去 因为按照当地法律规定 不允许用船去碾压水禽 所以迈克只能把船停靠在上风口 通过步行的方式接近目标 可还没等迈克行动起来 水禽却率先受到了惊吓 一时激起千层浪 所有的鸟类全部起飞 场面颇为壮观 迈克忍不住口吐芬芳 他只能目送这些美食越飞越远 不死心的迈克 准备继续巡逻下去 看看还能不能碰到其他水禽 他把小船停靠在岸边 然后开始了徒步搜索 在噪音减少的情况下 果然被他发现了一些水禽 老人鬼鬼祟祟的前进 依然惊起了一群鸟类 哼的一声 这些水禽争先恐后的飞走 却留下了一个幸运儿 他受伤了 但没有断气 正在努力地往水深处游走 迈克脸色顺便 他得乘船去追击这个猎物 野外有很多竞争者 老鹰可能会叼走他 海狮也有可能会一口吞了他 迈克无法接受这种安排 所以他在第一时间乘船出发了 他用望远镜不断地观察 却看到了几只海鸟飞驰而过 而他的猎物已经消失了 迈克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 可心中的不甘心 让他不断地巡视四周 结果还真被他找到了 看到大鹅还没有断气 迈克果断地捕了一枪 帮助他结束了痛苦的一生 这是一种称为皇帝鹅的禽类 不仅长得漂亮 肉质还非常鲜嫩 堪称是禽类里的帝王级美食 但由于他们的数量稀少 迈克每一个赛季只能捕猎一只 不过每次他都会细细地品尝几顿 现在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傍晚时刻 他终于抵达了家 从背包里将皇帝鹅拿了出来 并开始了肢解工作 迈克是一名猎雄向导 而猎雄季节即将来临 到时候他将会非常忙碌 所以现在是囤积食物的关键时期 胸肉是迈克最喜欢吃的部位 这只皇帝鹅也不例外 他把胸肉切下来 而剩下的部分他另有安排 洗干净后放入锅里煮 同时加入一些面条和调味剂 准备做一道美味的汤面 为了使味道更加鲜美 他先添加了一些蘑菇 又切下来一些洋葱 将它们全部倒入锅里 然后小火慢煮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锅里散发出香喷喷的味道 迈克盛了一碗 准备试一下口感 虽然面条有点烫 但味道相当发适 感觉筋道的同时 味道也是恰到好处 这才是他心中最理想的美味佳肴 他一边享受晚餐 一边憧憬着捕猎剂的到来 男人捡起一块石头 朝着一头巨大的棕熊扔了过去 只为了确定他是否已经死了 这头棕熊的体型非常庞大 堪称是这一片区域 当之无愧的兽王 如此震撼的一幕 发生在阿拉斯加南部的科迪亚克岛 迈克是一名猎雄向导 随着春暖花开 期待已久的猎雄季节终于来临 岛上三千多头棕熊 也从冬眠中苏醒 棕熊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野兽 其中的公熊 会猎杀未成年的小熊 有助于族群的发展 单国度狩猎也是不可取的行为 因此当地每年只会发放496个指标 通过摇号的方式来竞争 而迈克今年有幸抽中了一个指标 他可以亲自下场打猎了 而不是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打猎 但在出发之前 他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第一件事就是把子弹填满 由于这里地处偏僻 想要在商店里购买子弹非常麻烦 所以他买来了一些配件 自己在家填充子弹 火药的重量必须得精细到豪克 等把火药装入到弹壳里后 他用一个压力机 把弹头紧紧地装进弹壳里 一颗子弹算是完成了 而每一颗子弹 迈克尽量做到统一的高度 这次猎雄他计划带两支步枪 现在他需要测试一下枪的准度 很快他来到海边 将子弹装进枪里 并对着远处的靶子连续开了两枪 然后他走上前查看结果 弹孔基本都在靶心的范围内 这个结果他完全可以接受 随后他拿出另一支枪 这是他平时最常用的枪 所以根本不用调整 现在他可以出去打猎了 装上各种物资后 他向着目的地出发了 猎犬忠实地陪伴在他身边 前方的两侧都是陡峭的山峰 此地已经是棕雄的活动范围内了 迈克左右观察 试图找到今天的幸运儿 棕雄在解除冬眠后 会来到海滩上寻找食物 迈克的计划 是在附近找到一个平坎的地方 在那里安宁扎寨 度过接下来的两周时间 直到他遇到一头满意的目标为止 而眼前的这个地方非常符合需求 同时山上还有泉水流下来 正好解决了淡水问题 而且周围的景色美如画 迈克非常满意这个地方 他快速地组装帐篷 很快就扎起来一个营地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一种植物 他称为牛房蜂草 是棕雄的主食之一 等过几天 满山遍野都是这种植物 绿油油的一片非常好看 接下来 迈克准备巡视以下四周 他重点关注两侧的山峰 功夫不负有心忍 时间不长 他就发现了一头棕雄 不过这是一头母熊 而母熊不能成为狩猎对象 迈克继续寻找 他最希望遇到的猎物 是一头完全成熟的大公熊 很快他又在沙滩上发现了一头 为了便于观察 迈克选择了靠岸 并冲着棕雄的方向走了过去 他的速度相当缓慢 毕竟双方随时有相遇的可能性 不过在迈克的谨小声威下 他老远就看到了这头棕雄 对方正在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迈克屏住了呼吸 他努力地辨别棕雄的性别 果然这是一头体型庞大的公熊 一瞬间而已 迈克就下定了决心 他要狩猎这头公熊 为了能够一击必杀 他准备等棕雄 走近50码以内的距离 而这头棕雄 依然没有嗅到危险的逼近 他是这一片地区 当之无愧的兽王 由于他显有敌手 所以他的警惕性不高 现在他迈着自信的步伐走来了 迈克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起来 棕雄却突然停了下来 他仿佛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转身就躲进了阴影区 但迈克依然趴在原地 现在是斗志斗勇的时刻 而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可惜棕雄用一个极快的速度 摆脱了步枪的瞄准 迈克对此深感遗憾 他只能垂头丧气地返回营地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过去了一周 而迈克再也没有遇到过 令他满意的猎物 今天他准备扩大巡逻的范围 行走了一会儿 他发现了一头棕雄的痕迹 于是他拿出望远镜观察 只见半山腰上 有一头母熊带着三只幼崽 能够养育三只幼崽的母熊 非常少见 迈克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随后他选择了继续上路 等他来到沙滩上 坐下来继续观察 而这次终于有了发现 视野里出现了一头棕雄 他的屁股又大又宽 这是公雄的特质 迈克再次等到了理想的目标 他立刻行动起来 准备在前方拦截这头棕雄 虽然沿途的地形非常恶劣 但心中的期盼 让他有勇气克服一切困难 哪怕因此而摔断一条腿 他也在所不惜 可山上不知为何 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风 迈克站在悬崖边上 有些胆战心惊 他有点不敢直视下方的景色 但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一定要完成这场豪赌 他只能小心翼翼地下山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他总算安全地到达海滩上 但这么长的时间过去 棕雄可能已经离开了这里 现在就看迈克的运气如何了 海滩上聚集了一些水鸟 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按照以往的经验 迈克忍不住观察那里的情况 果然被他看到了一头棕雄 就是刚才选中的目标 迈克敲摸摸地赶了过去 棕雄就在对岸 他正在低头品尝着什么东西 此时他的警觉性较低 但迈克依然不敢大意 他用跪爬的方式 慢慢地挪动到一棵大树下 棕雄已经处在了射程范围内 迈克架起了枪 而棕雄还在向他靠近中 这意味着 成功率正在直线上升中 等棕雄停了下来 迈克果断地开枪了 一声枪响 惊跑了全部的海鸟 而棕雄却摔倒在地 感觉已经无力回天了 迈克缓缓地接近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为了确定棕雄已经死了 他拿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 看到对方没有任何反应 迈克这才放心地收起了枪 并仔细地欣赏眼前的猎物 直到这一刻 他才有种如梦方醒的感觉 他真正做到了 狩猎了一头狩王级别的棕雄 这将是他人生中 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棕雄不论是锋利的牙齿 还是这个粗壮的熊掌 都成为了迈克的战利品 现在他可以带着胜利果实回家了 这是用生鹿皮制作的鼓 敲打间会发出咚咚的声音 他的创意来自当地的原住民 印第安人 这里是蒙大拿州的牦牛河谷 汤姆在此定居已有40多年 去年他和朋友开了一个交易战 生意相当火爆 经过这一个冬季的准备 目前交易战里囤满了各种货物 再过几天 他们准备开启新一轮的交易会了 不过汤姆想要尽可能地 多补充一些神奇的玩意 他找来了哥哥杰克 两人准备制作一对原始的鼓 这个鼓的基础框架 是从一棵百年老树里挖出来 他们把中心给清理干净了 鼓的设计很简单 但做工相当复杂 这是射属的毛皮 把它们裁剪以后 先贴在鼓的顶部边缘 再用生鹿皮盖住它 这样鼓的声音会更好一些 这张生鹿皮来自初冬的一次狩猎 当时就做了晒黑处理 为了使其变得柔软而有弹性 汤姆把它泡在了水里一晚上 现在从它的边缘切下来一些细条 用来当作编织的绳索 但在这之前 他们需要在鼓的侧面钻出几个洞 而电钻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汤姆虽然崇尚原始的东西 但它也会与时俱进 偶尔也会使用现代化的工具 生鹿皮被凝成了紧致的绳子 汤姆把它们穿过几个孔洞 做成了一个类似十字架的形状 这种把手便于把骨提起来 等绳子变干以后 它会变得更加紧致 到时候握着就容易多了 接下来是安装骨面 要求皮质上不能有洞 所以裁剪生鹿皮的时候 必须要挑选上好的部位 汤姆把生鹿皮紧紧地贴在骨上 然后沿着边缘仔细地缝制 要想骨生青翠 生皮就得紧凑 所以缝制的时候 必须要将它牢牢地固定住 等绳皮变干以后它就会收缩 骨面就会变得非常的紧 这种原始骨可以出售500美元的价格 现在汤姆完成了骨面的安装 接下来轮到杰克手上的大骨了 这种大骨式两面都要贴上生鹿皮 它的声音低沉而厚重 同样是采用生皮作为绳索 通过来回穿插的方式 把两张兽皮紧紧地贴在骨面上 就会传出美妙的声音 到了这一步 项姆并没有完成 他们拿来了一些颜料 准备在骨面上绘制一些图案 这是一种传统的方法 会让骨看起来更加的原始 这些黑色颗粒是磨碎的木炭 而粘稠的黄色液体 则是用瘦皮熬制的胶水 把两者混合起来 就会形成带有粘性的黑色颜料 汤姆开始一笔一画地绘制 虽然他快80岁了 但是拿笔的手依然很稳 他正在画一只黑熊 而杰克在画一头每周野牛 时间不长 一只栩栩如生的黑熊出现在眼前 看起来相当的威猛 同时杰克也完成了自己的作品 一头雄壮的野牛 仿佛要奔腾而出 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因为接下来 他们将面对一个有趣的环节 这是野牛的命根子 拉长以后进行了晾杆处理 现在要把它切成一定的长度 然后在末端打一个孔 并穿上绳子 用来挂在墙上 而前端则绑上野牛的毛皮 敲鼓用的棒锤就做好了 当敲打的时候 会发出清脆的声音 两人准备前往交易站 与此同时 南希和康妮先一步到达 两人也带来了一些产品 将他们摆在货架上 现在交易站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倾注了他们的所有心血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敲鼓的声音 只见汤姆和杰克各拿着一面鼓 边敲打边走入了屋里 他们把鼓放在了货架上 此时威尔也赶了过来 几人对交易战非常重视 也很期待几天后的开业盛典 现在他们要回家了 在蓝岭山脉 尤斯塔斯开办了一个户外训练营 但他发现缺少一些训练用的枪支 于是找了一位当地的云游商人 准备在他这里购买一支枪 这是一支全新的步枪 尤斯塔斯仔细地检查情况 感觉还算比较满意 但他还想再看看其他的货品 而这支步枪是一个经典之作 尤斯塔斯对这一款非常了解 他发现镜头有点模糊 说明这支枪放置了有一段时间 经过慎重考虑以后 尤斯塔斯决定购买这两支枪 但他没有钱 只能用木材来交换 他带着商人来看囤积在这里的原木 让其随便地挑选 商人的表情犹如便秘了几天一般 但为了促成这笔交易 他咬牙选择了一个 尤斯塔斯带他来到伐木场 告诉他一些注意事项 特别是这个锋利的刀片 一定要远离他 因为他完全可以把人切成两半 等商人做好了心理准备后 尤斯塔斯启动了机器 并把一根原木推上了案板 然后开始了有节奏的切割 一张张木板在不断地成形中 商人负责把木板装到他的卡车上 看着手上的木板 他不禁感慨道 这根原木的质量真好 看来这笔交易不算很糟糕 双方达到了合作共赢 商人兴高采烈地走了 尤斯塔斯开始调整步枪的准心 他连开了几枪 对于这支步枪的性能 他是非常满意 加上今天购买的两支枪 现在他一共有六支枪械了 足以满足教学的需求 他的瞄准镜有些模糊了 尤斯塔斯准备给他更换一个新的配件 他从仓库里拿来了一个瞄准镜 先把旧的拆解下来 然后再替换了这个新的瞄准镜 现在看起来清晰多了 接着尤斯塔斯一边开枪 一边调整准心 他不断地矫正枪支 最后达到一击命中靶心的效果 现在枪支已经有了 他需要一个靶场 而最关键的是 他想弄几个用钢铁制作的靶子 时间不长 他就用几块废铁 换接了一个可移动的靶子 命中的时候就会发出砰砰的声音 这对于新手来说 绝对是一个兴奋的时刻 随后尤斯塔斯把靶子拿到了树林里 并把它固定住 然后他跑到远处 准备试一下效果 随着砰的一声 他一枪就命中了靶子 回荡的声音清脆而又响亮 正好是尤斯塔斯想要的效果 现在训练营的项目又多了一项 这将会吸引更多的学徒过来学习 尤斯塔斯不禁畅想起了美好的未来 锋利发电是野外生存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乔什是一名牧场工人 为了抵御野兽的袭击 他把前哨小屋搬到了牧场的深处 但由于这里地处偏僻 他缺少供电系统 为了提高生活的质量 他从朋友那里逃到了风车的组建 这里是怀俄明州的风河山脉 牧场里养育着600多头每周野牛 再过两周将会迎来母牛铲毒的季节 到时候 乔什就会进入非常忙碌的状态 所以他要赶在那之前 做好一切准备措施 不过组装风车是一件非常繁重的任务 光靠一人根本做不到 所以他叫来了另一位工人尼克 尼克是一名汉工 他有着丰富的制造经验 风车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个是机头 一个是钢铁塔架 首先两人要把塔架立起 但在这之前 他们需要修复一下 因为这里的冬天经常会刮猛烈的风 如果基础不牢固 风车很容易被吹倒 尼克重新焊接了一些锚钉 并将螺栓拧紧 但塔架的完整性比预期的还要差 尼克发现有一处大裂缝 而这里是连接风车头的地方 如果它有隐患 风车头很有可能会掉落下来 经过研究后 尼克把这里直接切下来 准备替换新的配件 经过两人的一番操作 成功修复了这个问题 现在他们要把塔架立起来 在升降机的辅助下 塔架正在一点点的垂直中 乔石紧张地盯着这一幕 生怕一个操作不当 使得前功尽弃 好在最后它还是成功了 为了固定这个机架 两人在周围打入了四个铁桩 然后用电缆把两者链接起来 接下来 他们准备安装风车头了 要把它悬浮在30英尺高的塔顶上 使其对准并固定在底座上 因为传动系统只有两英寸宽 想要完美地穿过孔洞 需要一定的运气 但尝试了多次 他们依然没有成功 于是尼克决定亲自爬上去 但很快他就有些后悔了 因为他体验到了 什么叫做高处不胜寒 而且风车头还在不断地转动 危险无处不在 可他现在已经进退两难了 只能硬着头皮坚持 在乔石的辅助下 他把传感系统缓缓地塞到孔洞里 再把它牢牢地固定住 然后尼克快速地爬了下来 接下来是关键时刻 乔石要把升降机 从风车头上释放出来 这个过程中不能牵扯到风车 还好一切都很顺利 然后他们搬来了一个巨片 通过焊接的方式 把传感系统链接到这个巨片上 当风车旋转的时候 巨片也会随之转动起来 看到风车可以正常地运作 乔石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随着新一轮的太阳升起 风和山脉迎来了崭新的一天 乔石要继续完善风车系统 他通过焊接的方式 建造了一个轨道 并连接到巨片上 当巨片转动的时候 就会带动轨道运行 使其形成低转速的马达 从而产生电流 乔石在用电线把它接到小屋上 就在他设计屋内的线路时 外面突然传来哐当的声音 乔石急忙跑了过去 只见风车头掉在了地上 乔石有种眼前发黑的错觉 血压腾腾地往上飙 气得他口吐芬芳 他只能再次叫来尼克 两人对底座进行了升级处理 然后用升降机 再次把风车头给举了起来 尼克在旁边拉着绳索 补助乔石 把风车头插入到孔洞里 依然是尼克上去做善后的工作 他冒着危险 把底座焊接到上面 这下风车又可以运行了 而这次他看起来平稳多了 这才是一个健全的结构 随后乔石回到屋里 把电线连接到一个逆变器上 逆变器会把直流电转变成交流电 从而满足各种电器的需要 接着乔石把电线连接到灯泡上 打开开关 灯泡瞬间亮了 乔石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他终于搭建了一个电力系统 就在这时 妻子邦尼过来 询问他最近的情况 两人一边交谈 一边继续手上的工作 乔石在天花板上固定了一个铁销 然后把灯锯通过链条挂在上面 但他感觉位置有点低了 所以想要把它再挂高一点 结果手上一滑 直接把灯锯摔到了地上 这下两人面面相去 还好只是灯泡碎了 乔石重新固定灯罩 并替换了新的灯泡 再把链条穿过横梁 缩短距离的同时 也能更加地牢固 现在的高度非常理想了 打开开关 灯泡瞬间亮起 然后乔石巩固屋顶 以免下雨天漏水 因为这座木屋 已有150年的历史 所以两人准备修复一下 把各个缝隙填满 他们来到户外 采集了一些干草 同时收集了一些牛毛 接着他们过滤了沙土 并把这些材料放入其中 用水来搅拌均匀 然后两人开始填补木屋的缝隙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的工作也接近了尾声 大部分缝隙都已经填补完毕 而天气也正在逐渐恶化 感觉有一场暴风雨要来了 忙碌过后该享受生活了 乔石生了一把火 几人开始制作晚餐 等待了一段时间 香喷喷的晚餐就做好了 他们大口咀嚼 享受这美妙的味道 等吃饱喝足后 乔石开启了个人演唱会的模式 两头公牛正在大打出手 他们碰撞间迸发出的气势 仿佛令天地都未知色变 乔石面色凝重地看着这一幕 虽然身为牧场的守护者 但他根本不敢劝阻 旁边有一头母牛 正是铲毒的关键时期 但他面色惊恐 时不时地观察战斗现场 这两头公牛都自称是孩子的父亲 为了荣誉 他们只能拼死一战 旁边还有一些耗食之徒 不断地为他们加油喝彩 眼看战斗越来越白热化 乔石只好驱车来阻止他们 两头公牛若慌而逃 但他们的尾巴高高翘起 这是愤怒的表现 乔石大声地呵斥他们 却惹恼了一位壮汉 他转身怒视前方 面对步步紧逼的车辆 他的怒气质正在直线飙升 狭路相逢勇者胜 乔石要想树立威信 只能勇往直前 牛哥缓缓后退 眼看乔石来真的 他只能被迫撤离 看到牛哥认怂 乔石也是点到为止 他缓缓地跟在身后 将这两头好斗的公牛驱离了牛群 然后他返回去 继续监视分娩的过程 现在母牛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但乔石依然不敢大意 一般来说 野牛会在30到45分钟内 产下一头小牛 而这段时间将是母牛最危险的时刻 他有可能因为难产而死 也有可能会遭遇野兽的袭击 所以乔石必须要时刻 关注母牛的状态 他的面色凝重 恨不得上去拉扯牛仔 也许是他的祈祷起到了作用 母牛成功产下了牛仔 可惜小牛却一动不动 仿佛已经死了一番 这令乔石心急如粉 他一边观察 一边不断地小声呼唤 希望小牛可以动一下 可惜他迟迟没有反应 就在乔石心如死灰的时候 小牛却突然动了一下 真是谢天谢地 小牛终于活了过来 按照本能的反应 母牛应该吃掉胎盘 并且清理小牛的气道 但这头母牛可能是太累了 迟迟没有下一步动作 乔石忍不住想要上去帮忙 还好这时母牛又站了起来 他终于恢复了本能反应 可他舔错了位置 小牛快要窒息而亡了 现在乔石必须得上去帮忙了 就在这时 母牛终于清洗了小牛的头部 总算把他给救了回来 乔石长舒了一口气 这真是一个紧张而又刺激的过程 看到小牛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乔石不禁心情舒畅起来 他暗暗发誓 一定要保护这些牛仔健康的成长 这就是他的责任 母牛的产仔 意味着新生命的加入 牧场里新增了200头小牛 总数达到了惊人的800多头 这严重超出了牧场的承受力 所以是时候出售一些成年公牛了 去年牧场和一家肉类经销商 达成了合作协议 今天乔石要挑选一头一岁大的公牛 将他送往经销商那里 牛群里的每头牛都各有用处 基因优秀的牛负责传宗接代 普通的牛用来出售 所以乔石会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别它们 他拿出一副弓箭 箭头都用海绵包住 然后他冲着牛群走了过去 等靠近了一个目标后 他占了一些黄颜色的油漆 略做瞄准后 他果断地放箭了 箭矢笔直地射中了目标 把他给下的一机领 油漆会在牛身上保留一段时间 标记小牛的过程伴随着强烈的危险 因为牛群中的成年母牛 会自发地保护弱者 现在就有一个牛大姐 已经摆出了攻击的姿势 乔石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在母牛冲锋之前 他及时回到了车上 总算是逃过了一劫 看到牛大姐耀武扬威的模样 乔石拿出了一把枪 对着空气开了一枪 这是对牛群的警告 让他们认清 谁才是这一片地区的老大 这一声枪响 瞬间让暴躁的野牛们平静了下来 乔石可以继续手上的工作了 随后他又挑选了几头小牛 对他们挨个进行了标记 这些牛都是未来传宗接代的主力 现在可以把其他普通的牛卖出去了 从今天开始 会陆陆续续地运走这些牛 这是牧场工人盖奇 他要配合乔石完成这个任务 研究完战术后 两人开始了行动 乔石开着吉普车 把这个草料区里的野牛驱赶出去 只留下一个姓月儿 刚开始还比较顺利 但很快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骚乱使得一头牛冲破了栅栏 结果导致大部分的牛都从这里穿过 而其中还有一头 刚出生的小牛和母牛被隔开了 乔石不能贸然上前 要不然容易引起母牛的紧张 不过这头小牛呆呆傻傻的 就在乔石心急如焚的时候 母牛重新回到了栅栏里 于是乔石再次驱车 引导他们从正门出去 随后两人简单修复了一下栅栏 同时把一头年轻的公牛留在了围栏里 然后打开了拖车的大门 并设计了一个路径 现在两人要试着 把公牛驱赶到包围圈里 等他走入了其中 乔石立马堵住了出口 但公牛有些急躁 他是图逃跑 但迟迟找不到机会 在乔石的不断呵斥下 他只能乖乖地走入拖车里 盖奇第一时间关上了车门 他们终于成功了 这是一个原始风景 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的港口 位于阿拉斯加的南部海岸 马莎的女儿艾莉 是当地一个古老民族的后裔 现在打猎季已经结束 闲暇之鱼 马莎准备带着艾莉 去探索特林吉特民族的发源地 特林吉特的意思是潮汐的人 他的祖先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土著人 主要以海鲜为食 包括鲑鱼、大笔木鱼、河背类等食物 现在两人准备找个地方露营 时间不长 他们就在岸边搭建了一个帐篷 接下来 两人要去采集一些食物了 特林吉特人非常擅长收集贝类 并将他们制作成美味的食物 采集隔离的最佳时间是退潮的时候 他们拿着特制的工具 像挖土豆一般 从地里挖出来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 马莎挖出来第一个隔离 随后艾莉也有了收获 挖隔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但两人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 毕竟野外遍布了很多掠食者 所以马莎叮嘱女儿 要时刻注意对方的后面 早春 沿海地区是棕熊结束冬眠后的第一站 此时他们鸡肠鹿鹿 敢于袭击任何见到的生物 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度过 两人收集到了足够数量的隔离 马莎开始制作料理 她把外壳全部去掉 然后把隔离肉和驼鹿脂肪一起煮 与此同时 艾莉要处理贝壳 准备制作一种传统的手工装饰品 马莎很喜欢看到现在的场景 艾莉正在体验祖先的生活 这对她的成长非常重要 隔离差不多已经熟了 而艾莉也及时赶了回来 她已经清洗完了贝壳 并在上面扎了两个洞 闻着香飘飘的味道 艾莉忍不住尝了一口 味道相当巴适 很快两人就把午餐给吃完了 马莎拿出了一件准备已久的礼物 这是用驼鹿皮制作的毯子 具有特林吉特民族的特色 她建议女儿 把贝壳围着这个图案绕一圈 在阳光下 它会闪闪发光 就是离远的也能被人注意到 艾莉用动物的基建作为线 把它放入水中使其变得灵活 马莎再把贝壳绑在毯子上 时间不长 她就完成了工作 毯子变得美丽极了 把它披在身上 艾莉仿佛像风中的仙子一般 要演极了 这一刻 艾莉获得了祖先的认可 现在她是一位真正的特林吉特人了 这两位胡须发白的老人 一人逮住一只火鸡 正在快速地清理羽毛 他们已经缠肉很久了 这里是蒙大拿州的牦牛河谷 汤姆在此定居已有40年时间 现在春天即将到来 这意味着 狩猎季节接近了尾声 汤姆想抓住最后的机会 狩猎每位的火鸡 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 他等待了一会儿 哥哥杰克终于赶了过来 两人一起结伴同行 火鸡生活在距离此地 60英里的地方 经过一段时间 他们才抵达了目的地 两人各拎着一只猎枪 走入了树林里 一只成年的火鸡 体重可达20斤 足够他们饱餐一顿 找到火鸡的最好方式是引蛇出动 因为火鸡有敏锐的视觉 离近了 很容易被他们提前发现 所以两人躲在树后面 拿出一个特制的工具 他会发出母鸡的叫声 希望以此吸引来真正的火鸡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 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火鸡的叫声 两人的眼睛瞬间亮了 火鸡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为了迎接他的到来 汤姆和杰克准备布置一些场景 他们拿出了两只火鸡的模型 正好是一公一母 汤姆的策略很简单 他想利用雄性的极度心 狠狠地刺激正在赶来的火鸡 同时他们拿出一件黑布 绑在两棵小树之间 作为一个屏障 然后两人躲在其后面 并用面纱遮住了脸部 再把子弹填入猎枪里 现在万事俱备 只带火鸡的到来了 汤姆时不时地摆动手上的工具 持续不断地勾引火鸡 这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过程 等待了一段时间 视野里终于出现了几只火鸡 两人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这几只火鸡略带疑惑地看着四周 隐约感觉气氛不对劲 还没等两人行动起来 这几只火鸡陆续续地 跑到了山丘后面 两人继续耐心等待 很快火鸡又重新出现了 而且这个位置刚刚好 两人立刻端起了枪 并在三秒之后同时开枪 他们各自命中了一个目标 然后走上前查看猎物 发现火鸡已经死了 两人喜笑颜开 他们拎着火鸡返回了卡车那里 并开始给火鸡拔锚 这个赛季 汤姆的收获破风 并且以这种完美的方式结束 这令他非常满意 蜂巢遭到了严重破坏 一大批的蜜蜂躺在了地上 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勇士 可惜遇到的凶手是一头熊 这里是蒙大拿州的山区 黑熊刚从冬眠中苏醒 他们鸡肠碌碌 任何食物都能成为他们啃食的目标 克拉克兄弟是专业的养蜂人 现在却有一头熊盯上了他们 为此他们只能找来专业人士 杰克是一名猎师人 他负责驱赶闯入牧场里的美洲狮 虽然这次的目标是一头黑熊 但对于骁勇善战的猎犬团队来说 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杰克打开了狗门 猎犬们争先恐后地钻了出来 他们早已经饥渴难耐了 空气中弥漫的黑熊气味 刺激得他们全速奔跑起来 杰克跟在身后 他背着一支步枪 作为猎犬们最坚实的后盾 黑熊不同于美洲狮 美洲狮动作灵敏 他们一心逃跑 一般不会和猎犬发生冲突 但黑熊更加凶残一些 有可能会停下来反击 所以杰克带上了犬队的最强阵容 追踪了一段时间 他一眼就看到了一头黑熊 猎犬们虽然发现了他 但并没有一拥而上 杰克担心猎犬有失 他快速地跑了过去 而猎犬们已经集结了五位成员 他们选择了集体冲锋 黑熊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他散鸭子就跑 双方正式开始了追逐战 杰克心急如焚 因为黑熊被靠着一棵柳树 选择了绝地反击 杰克大声呼叫 他让猎犬们退出来 不要在那里纠缠 眼看机会出现 黑熊就一溜烟地跑了 他开始往山顶的位置出发 双方展开了新一轮的追逐 可惜好景不长 前方出现了一堵石墙 黑熊攀爬这种墙壁 没有丝毫的问题 但对于体型较小的猎犬来说 这是一大挑战 等杰克赶到的时候 发现猎犬们有些束手无策 他们把黑熊跟丢了 杰克沿着裂缝攀爬 并指导猎犬们攀爬的技巧 他们非常聪明 有一些经验丰富的老狗 已经爬到了上面 但也有年轻的小狗 需要杰克的帮助 他站在半山腰上 沉着冷静地应对 总算把所有的猎犬都弄到了山上 然后他们继续追踪 又过了一段时间 等杰克再次追上猎犬团队的时候 发现他们围着一棵树不断地吠叫 为了以防万一 杰克拿出了步枪 他缓缓地靠近 杰克毫不吝啬地夸赞猎犬们 他们战无不胜 不论是美洲狮还是黑熊 都成为了他们驱逐的对象 这里距离农场非常遥远 杰克驱逐的目的已经达到 所以他带着队伍回家了 男人拿着一个喷火枪 对着一个机器不断地燃烧 他是想融化里面的油渣 这是一个古风机 因为使用的年代久远 零件有些生锈了 导致吹风的效果大打折扣 现在经过修理以后 古风机恢复了正常 尤斯塔斯重新组装了管道 然后试了一下效果 可不知为何 出口处并没有冒出强风 通过观察 他发现当转动曲饼的时候 风扇并没有跟着旋转 感觉是滑丝了 于是趴在轴上 重新拧紧了螺丝 然后再次转动了曲饼 这次出口处冒出了一股股的强风 尤斯塔斯点燃了木柴 等火势起来后 他又添加了一些煤炭 然后加大了锋力 使火焰旺盛起来 接着他叫来了一位防守 准备锻造一些小物件 约瑟夫是已故好友 普雷斯顿的儿子 平时没少过来帮忙 尤斯塔斯也有意地 传授他很多本领 现在他把一个铁块 放入火中燃烧 约瑟夫主动上去操作鼓风机 他对打铁并不陌生 因为普雷斯顿就是一位锻造大师 可惜在父亲生前的时候 他并没有专心学习 而到了今天 他无比重视这份手艺 人只有失去了以后才会珍惜 幸好还有尤斯塔斯 愿意对其倾囊相受 两人从打铁开始 这是一个塑形的过程 有节奏的敲打才能示范功倍 当铁块的温度下降 就得放回去继续加热 同时对后面的部分 还要进行降温处理 然后两人继续敲打 反复这个过程 直到把铁块从中间一分为二 接着一人拿着一半的铁块 继续对其敲打 并慢慢地塑造成一个弯曲的造型 它可以完美地套在手指上 但锻造并没有结束 还要把它的边缘弄得坚硬才行 这需要一个脆火的过程 尤斯塔斯倒了一些植物油在桶里 脆火的原理是把滚烫的铁块放入油中 使其快速地冷却 这个过程中钢铁就会变得坚硬 等脆火完成后 尤斯塔斯仔细地擦拭它 现在可以试一下效果了 这是一个打火棒 用碎石和它敲击就会产生火花 以此达到生火的效果 随后两人又锻造了几个打火棒 然后来到了户外训练营 这里已经有两位好友等待了 今年多亏了他们的帮助 尤斯塔斯才能顺利地开启训练课 这几个打火棒就是送给他们的礼物 对于美好的未来 他们充满了期待